今天謝謝感謝大家 那謝謝 那我是一馬貓 那 那個 可以請你報一下名字好嗎 我 我叫星成 星成是不是 好先謝謝星成幫我們錄影 那非常謝謝大家來這邊 那現在是7點23分 那 OpenOffice 因為我想社群已經很久沒有聚會了 那很高興大家今天還願意過來 大家可以討論一些東西 然後 今天非常榮幸 大家應該有收到今天議程 那今天有個隱藏議程 對對對對對 那而且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 請到那個 Oracle這邊也有人 那 大家 其實我是先來他 他來這邊是 真的是最可憐的 那他等一下可以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他 對 那Oracle 大家知道Oracle 是現在那個OpenOffice背後的那個 背後的名字 對 那 非常高興那 我是一馬貓 那 喔 前沿 那一部分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瘋了 我三個月 三個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個月run起一個社群 那這是第三個 那我是希望說 他們都在OpenOffice 我新年在那個 對 工廠上面有演講 有發表 包括OpenOffice的魔術 那 好像還不錯 大家蠻喜歡的 那等一下 如果有些 這邊沒看到的 等一下也可以看看 如果我放得起來的話 對 那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今天會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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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會來的這個家 那可是正家 目前我沒看到的人 那希望他可以真的上台 然後不然的話 至少希望他可以Skype上 對 那謝謝大家 那我不知道他來不來得及 那 對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我就帶打一下 稍微檢介一下 現在的狀況 那 還有 今天 因為Oracle還有一些 舊的前同事都來 所以我講話要特別小心 這樣子 搞不好一不小心 會死的是我 這樣子 OK 好 那 對 非常感謝大家這樣子 那我 我現在目前是 應該是 嚴格來講 我是考生 我要準備研究所 這樣子 那 最不應該來考社群 然後 然後 除了考生以外 我演張在做 那個 OpenOffice 還有Pearl方面的 講師工作 那我也幫Oracle這邊做 對 那如果 所以在這邊如果大家 有興趣跟Oracle做 那個教育合作 教育訓練合作的工作的話 那 大概上台的也會是我 這樣子 對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 接下來自我介紹 那 請 從 我們就從 現在呢 洗洗手術的那兩個家 我開始 從這邊開始 OK 三秒 自我介紹的麻煩請站起來 謝謝 謝謝 站起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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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大家好 我是三秒 然後 常常在參加社群的活動 那今天是 第一次來參加 來參加這一類的 然後我請大家 請多指教 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 有沒有人對三秒什麼問題 好 沒有 有問題 那好 請問你跟OpenOffice的關係是什麼 好 對 對 你對OpenOffice的關係是 我是User OK OK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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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活動長 那樣子 那今天 純粹就是來參觀 然後因為我有些關於OpenOffice的問題 想要 考上各位答答 然後尤其是那個 impress 打中文的聲音會選不到那個問題 快要我很久 好 所以 那就是這樣子 好 那 大家好 我叫Jay 那我也是OpenOffice的使用者 那今天第一次參加社群 歡迎大家有多指教 大家好 我是Brian 那我是第一次來參加社群呢 對OpenOffice上來講話 是在程式開放上有時候會以介入利用 對 那變成說 呃 是在做一些DOC 跟 呃 微軟Obs 相關一些 產生 他的答案用的 謝謝 那你那邊是哪邊公司 好 我們是ISO Store ISO Store 對 是 算是入資 在台灣 對 是算訂進來的一個公司 所以你們是在工作上用到公司 呃 不是直接用 我們是透過他的API區域 產生 那個 像EOC或是ISO的一些文件 喔 所以你們有在用 UNAWTI嗎 對 會有在用 欸 不好意思 剛才忘了問這位 你們也是 您是在哪邊 我目前是在百合之鴻 那我們其實是在做企業的儀化導師 跟OBIS 比較沒有直接的一個運用 那純粹是我個人的一個訓練 喔 好 好 辛辰 麻煩你 對啊 他先講 我教你自己 喔 對啊 你先錄你 啊 我先錄我自己 大家好 我就要辛辰 我是end user 然後我是 不是一般的使用者 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辛辰你現在在哪邊 在歐薩克 喔好 對對對 呃大家好 我叫Eric 那我 當然我也一定是那個 OBIS的使用者 在這邊一定要說這句話嘛 對不對 那 除了這個 推猛者你要用啊 我要表達這件事情 ok 那當然我目前在學校 推動OBIS的應用 所以當然喔 當今次 所要組這個社群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全力自治 好 就這樣 所以我就著急的親朋好友一起過來 這樣子 好 大家好 我是 可能是唯一沒有 剛接觸我 因為我最主要是在去這樣教電腦 那可是大部分教的都是商業軟體 所以我才剛接觸這個東西 好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佩華 然後 我是 我們是同一團隊 對 同一個是甚麼 同一個 我們是同一家公眾 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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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 謝謝 那你對的話 我是 我是 我是使用者 對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Briant 那 我也是 Occent Office的使用者 因為我們晚餐一份時間 然後 今天也是有些問題想要 請教一下 大家可以回答 謝謝 是不是怎麼這樣讓 我在Occent Office上面 可以跳進去動起來 喔 沒有沒有 有一些小問題 喔 好 好 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就是Martin 那我呢 也是 也是使用者 因為公司規定就是要用Occent Office 那我現在 我那邊 我是在Oracle 那今天因為 一馬貓是我們的講師 我們之前 在上Michael的時候 因為Occent Office開始上 那今年八月的時候呢 被BinaOracle來了 所以 一馬貓現在是我們Oracle的講師 所以今天我這裡也來參加了 也看看大家對於這上面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 能回答 能幫忙 那這邊 我想 今天來了 那大家都是使用Occent Office的使用者 都 很感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謝謝那個Martin 幫我撐這個時間 剛剛有點混亂 謝謝 那 鄭家剛到 我們等一下再請鄭家自我介紹 讓鄭家先安頓一下 那請這邊 謝謝 那這邊請 我們就兩位 大家好我是永續 那個 目前在 目前工作的地方是 以自由軟體為服務 島上的公司 我們是澄清科技 然後 我目前還只是 OpenOffice的使用者而已 目前想要 學習巨集的寫法 謝謝 你好 大家好 叫我Tim 對不對 我是 跟永續一樣 都是神心科技的員工 那 過去跟 貓哥 這件事情也有一段時間一起工作 那 我也是Occent Office的使用者 不過我也是靠Occent Office的使用者 我是Occent Office的講師 不過是超中年 不像貓哥是技師的 對 那今天來是想學是 知識上的 知識上的東西 好 剛好 今天也有家族 看 未來我們如果操作上有些問題 看是不是可以回報 回報的家族 謝謝 好 好 你們看到我會就會出一集 三年級 我是三年級 超感動 我們也需要年紀大的人 對 來這裡可以醫老脈 但是 我在我的單位 在我的那個社務單位 我是算很年輕的 幾乎排不上 因為我是在 在老的學位工作 因為我是創一個老的學位 那我們那邊平均年齡七十幾歲 所以我三年級不算什麼 但是因為我那邊是社團 所以 我知道社團的辛苦 那我會鼓勵他們用一些 那個 Open Source的東西 這是我的理念 所以我認同這個理念 就加進來 因為你們都很年輕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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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 對這個使用上 並不厲害 其實OpenOS 8.0 我就touch了 8.0 就touch 到現在沒有用到什麼 不過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像在Google Google現在有很多Document 還有Coculate的一些東西 它放在ClineComputer 它放在上面 它好像跟我們那個OpenOS 好像有點重疊 它的一些揚存功能 好像一般User都可以使用上 那我是感覺我們OpenOS以後 會往哪邊跑 我不曉得 那如果以我現在看來的話 我會看說 如果我用Google的那一罐 Document的那一罐 好像跟這邊 它的重疊相當高 那我不知道以後 我們可以怎麼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VV 那我們是廚房多媒體頻道 那主要經營的就是一個購物平台 那我是當中的思想企劃 那來這邊主要就是看 嗯 是個人也有一點興趣 所以想看它怎麼 如何能夠在企業中旅遊 謝謝 嗯 大家好 嗯 那我是佩妮 然後就是OpenOffice的東西 都是這位教我的 所以就是OpenSource的東西 通通是它都是我的 對 然後我今天來 最主要是想要學習關於 因為我這一次 就是上禮拜 我主管叉叉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 就為什麼要埃裝那個OpenOffice 是 因為就是我們公司要 就是要安裝任何東西 都要經過IT那邊的統一 然後我是要求說 那我要安裝這個東西 他就問我為什麼 可是我 我當時能夠想到的 只有兩個答案 就是它是可以的 還有它可以打開 就是2007這樣子 對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再多知道一些 謝謝 那順便等一下 我可以把另外一個錢包 另外一個錢包丟出來 大家好 我叫Longsen 那我 我應該算是Microsoft的 MSOffice的使用者比較多 那雖然我也有用一些OpenOffice 因為我握的時候 滿熟的 所以大概轉換過來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困難 但是我就是盡量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我自己平常也有用一些OpenSource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就過來聽一下 那以前是算Web的朋友們 他現在是在一家NGO工作一樣 謝謝 哪一家NGO 陳文成基金會應該聽過的人應該不多 所以你會在你們基金會裡面 推那個OpenOffice嗎 會 但是 可能就要有人來講 這樣 有人來講 那其實我大概有幫 我在當工程師的時候 大概接觸七八個社運同學 那 我會幫他們做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學習 這樣子 那我有時間教他們 大概就是WordNBA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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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嗎 誒 麻煩你轉過來 先請力這樣 我過來 我太近了 我太近了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點 OK 各位好 我是菲亨 那當然各位也可以叫我Grady 那我目前是服務於自由軟體駐造場 那各位你們在報名的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 就是一馬馬馬馬幫我們Rock 那Rock今天因為他要去試那個婚紗 他要試婚紗 對對對 他要這樣陪他女朋友試婚紗 他特別我說請我過來稍微去看一下 因為等次報面網 directamente是我們同盟幫忙先把它先進完成的 那 所以原則上來講 我們單位剛剛也是在做推廣我們的手術的部分 所以各位如果在這種上有一些想法 等一下可以稍微去教育一下 OK 好 大家好 我是一個Oper Office的使用者而已 就這樣 不是 還有吧 還有吧 你還是我們Oper Kids的中文 Team 蛤 你還是我們Oper Kids的中文 Team 而且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San文 沒有啊 就偶爾會那個 在幫官方測試做一下測試而已 就這樣 OK 這樣子 通常太久到達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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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玩 還沒玩 那你現在在哪裡公司 對啊 你實在有這麼混的 沒有 我在怨鏡網訊公司 什麼公司 怨鏡網訊 網訊公司 你們有在做Oper Office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都是全身自己的興趣 對 喔 這位 他說他叫La L什麼 The 叫Muwait就可以了 Muwait 對 Muwait 喔 好 他是 他是我們那個Oper Kids 中文化的 Team的成員 這樣子 對 他非常熱心 自願報名 非常欣賞 謝謝 沒有啊 好 那現在 鄭嘉玲 可以自我介紹嗎 好 來 請你一次站起來 這樣 大家好 我是鄭鄭嘉 這是名字 然後 我在不是做翻譯的 所以跟就是 呃 除此之外 是一個一般的就是那個 Open Office 跟 Library Office 的使用者 然後 呃 我目前就是 呃 接下那個 那個 Library Office 的翻譯 這樣 然後 這樣 這樣 你好 謝謝 齁 謝謝鄭嘉 鄭嘉是 我們在 Library Office 的 中文團隊的 目前的 這樣 等一下他會有他 的照顧講 那剛才前沿地方 忘了講 今天非常謝謝了三 三 幾邊 一邊是 當然是 Oracle 那邊來 他讓我陷害 Market讓我陷害 另外是 Brady 那個 我們 租到廠那邊 這次也讓我麻煩很多地方 來多這個報名系統 然後 Eric也是很支持這樣 我們是粉絲團 什麼 哦 然後還有就是 今天另外一個事情是 我們是先過 特地從台中上來的增加 那他要跟我們分享 那個 他要跟我們分享 那個 OK 好 謝謝大家 那 OK 那按照 那個聚會的那個流程 喔 接下來是隱藏議程 那隱藏議程 你剛講完了 喔 是喔 好吧 那還是請你上來 繼續站起來 等一下站起來 對對對 隱藏議程 本來是齁 我把他丟過來齁 然後把他丟上台 然後 然後請大家 請他稍微 因為畢竟 收到那個 也是因為他還給我很多零用錢 所以我才有辦法 我讓 所以給他一個特別優惠 讓他可以講五分鐘的廣告這樣子 嘿 那不然的話今天我們 是非商業性活動 沒有講廣告的 對 你好像把廣告講完了是不是 沒有啦 但其實沒有什麼廣告的問題 喔 對 OK 那有沒有對Oracle這邊有什麼想了解想知道的東西 嘿 開放提問 這是他最恐怖的地方這樣 哈哈 有沒有想問Oracle什麼東西 好啊 喔 好啊 那 我當然問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台灣 微軟的Office 大概有很多很多的認證 很奇怪喔 台灣的人很喜歡考試 那我想問一下說 OpenOffice 未來會考慮到說 在台灣規劃相關的認證嗎 有啊 有嗎 沒有啊 你所謂的本來就有 只是說 我現在要去找OpenOffice的認證 有 第一個我要去哪邊學 第二個我要去哪邊考 那考完就最後了 那邊學就等下流民變情況 喔 哈哈 我強烈你是Oracle 握迪 哈哈 對啦 好 沒有問題的問題是 那目前你們 對於這些考量證照的使用者 你們有沒有一些管道 比如說 包括 有跟哪一些企業 有一些合作 比如說 OK 拿幾個企業 哪有他們認可 說 你有拿到OpenOffice的認證 我確定你是握迪 對 有嗎 我們 其實我這邊 我是Oracle教育訓練中心的人 那我們這邊呢 那我們這邊呢 一直在推廣教育訓練的部分 各個產品的教育訓練 當然有辦法 做OpenOffice 那我們會跟 人力銀行合作 把這些 我們願意 願意把這些訊息 人力指出來的 對 學員 我們可以讓他跟 人力銀行做接觸 那目前 有沒有哪一個企業 他標榜的是說 我要用的就是 Automobile認證通過的人 有嗎 有這樣的例子嗎 這個 倒是真的 沒有這樣聽說過 好 我們期待有第一個 我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考這個證照 也有非常多 其實 也滿多的企業 漸漸在 尤其大型企業 漸漸在 想把OpenOffice 導入到企業裡面 因為他有很多實質的效益 對 因為我們 OpenOffice 至少目前來講 都還是 可以download 我們提供 service的部分 讓客戶去選擇 讓企業去選擇 所以我們還是很支持 自由軟體 那剛才那個 噢 名字超難唸的 你不是有問題嗎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我們的官方 官方有一些 有一些網站 他一直沒有辦法接受 OpenOffice 他就是 他裡面他就規定 他說 Nagosoft 官方是指政府嗎 對 政府 他下載的時候 他就屬於Word 屬於下 但是他就沒有 OpenOffice 雖然OpenOffice 可以下載 那是不是說 我在那邊 他就是可以給他相容 就是說 在官方後面 我OpenOffice 就可以去講說 我兩個格式都有 那讓你下載 至少這是一個 All in之一的機會 然後我想OpenOffice 的使用者 會因此我對你 這是我看的 對不對 那因為我常常接觸 這個官方的網站 發現這個問題就是 那不是做的就一下 大概這兩頭 但是他就是沒有看到那個 OpenOffice 你能夠刮上去 這個 這個當然 這個工程是滿浩大的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的目標 希望我們可以跟 跟微軟一樣 有這麼多人去使用 OpenOffice 如果達成這個目標 一定可以向你所說的 那我可以有個問題嗎 可以 就是 這個你比較陷害你 因為我希望說這個活動 我們社群可以越做越大 當然我們社群越做越大 也是跟business 也是有互相呼應 那我是希望可能 2011年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但是希望說至少2012年 甚至快的話 2011年我們真的能做的話 我希望能夠在台灣 有一個小型的 每年一次的 All Conference 對 那 你們這邊願意贊助嗎 如果我們做出來的話 OK啊 沒有問題 嘿 做比較大型的 可能不是 對 可能不是不敢說有 六七八百 八百六百人 但是至少是 比較大型 三五十個人 其實活動 只要辦得起來 我們都會支持 對 那 其實在今年 我們陸陸續續 應該今年來不及了 不要到明年了 嗯 我們對真的OBIS OpenOffice這個產品 也有他的Plan 那 會辦很多 多場大型的活動 到時候再請 哦好 沒問題 沒問題 第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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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因為今年我們 我在網路上 在Purang上 看過很多 就是你們要再多多說 好像Oracle 有丟一篇 什麼價目標 OpenOffice的價目標 然後很多人就有疑慮說 哇 OpenOffice要收費了 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 請問您這邊 有沒有什麼樣的 說明 好 其實 Oracle的立場 Oracle的立場 Oracle是一家 專門在 Focus在 商業性 商業性性質很強的公司 那我們服務的其實也 主要在 全世界各大型企業 就是有 比較重要性的企業 那 收費當然是 一定有補充程度是需要收費 但是到目前為止 在進行之內 進行之內 我們後面還是分成兩個去 好不好 一個是服務的部分 一個是有收費的版本 那收費的版本就是 它裡面有含MA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有MA 表示有Oracle的承諾 那 沒有MA free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 只能跟著 跟著整個 就是有Page更新的時候 定期的這個 這個 這個階段 來去維持出來 給大家使用 那其實這樣的做法 有很多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 因為 越多人去使用它 它才 這個產品才能夠一直持久 也扒下去 那 它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呢 其實可以讓 像企業用的越深 其實 企業其實在使用一個產品 有時候企業到一個規模 它使用一個產品 不在於說這個產品 比較亂期 而是在於這個產品 有沒有用的 可以讓它 確保它的活力 其實很多企業 走到越來越大型的時候 開始 它的思考是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 自由燃點是不好 可是說 它在 產品的某個階段來說 它一直持續的發展 它非常高 但是到 某些特別客戶的時候 它需要的 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 Oracle其實提供了 兩個方面的選項 也去滿足 需要自由軟體的群眾 讓大家可以去使用 這個好的產品 那 同時它也提供 大型的企業 可以去 有一個 其實買MX買保險 有人去幫你做Service 那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針對Oracle 針對Operbit 做了一些 In-Cloud Application的開發 那所以 可以期待說它一透 可以繼續下去嗎 可以 可以 繼續可以使用下去嗎 還是說三五年後 就沒有Operbit 死了嗎 其實不會啦 因為Oracle對於 我剛剛前面就有提 你說你在講 就是說 買進來的每個產品 買進來的每個產品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還持續的在發展 包含Oracle也買了一面 對 每一面以後 你在市面上目前聽到微軟 iPhone 1 你聽到最大的烏煙味 那 再過明年後面 也許你會看到 另外一個新的手機器 就是Operbit 它其實在每個買進來的產品 都會有卡完整 所以包含Operbit 也自己講 對 都持續的在發展 那這個team 這一個 巴拿丁的team 目前在德國 持續的都在研究 所以剛剛有提到 現在其實你去觀賞上面看 你會看到現在有一個新的版本 叫做 Cloud Office Cloud Open Office 它就是類似 那個也出來 那樣做的 Cloud也出來 已經戰身了類似的嗎 它在上面有提浪 對 那它是不是有Space 它有一個 有一個 喔 就是Space給你 就是專用的Space Cloud Space 其實這個 我也要跟 iPhone 3 這樣問一下 因為其實Operbit 目前在台灣呢 沒有很 還沒有很直接的 sales team在負責 還是以中國去來看 台灣是在全球的環境下 還是在 大部分都在中國底下 所以目前的這個 銷售團隊 還是已在中國這邊 那台灣這邊 目前會在明年 後年才開始 有比較 比較目前的機會 謝謝 謝謝 那我講一個 Modern可能不虧 這邊比較沒有辦法 直接support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 那個 O… 對 最新奇的 那個 Office Announcement 歷史上面 其實有在 也是因為 受到LibreOffice的刺激 對 寫下那個 LibreOffice的刺激 然後最近 然後他們最新 然後後來我記得 有個 正式的聲明稿 Oracle這邊 有沒有正式的聲明稿 說他們非常歡迎的 那個 community contribution 這樣子 那 在最新一期的 OpenOffice Nouncements 裡面 他們有在歡迎大家 進去做 對對對 那我想 可能大家之前 會覺得 OpenOffice會比較 發展比較 close 因為 Oracle現在有一些 Concent向的調整 那我覺得大家 可以 可以有一些期待 就是說 他那些東西 會越做越好 那跟LibreOffice這邊 也可以 就是一個陽性的競爭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馬廷 有沒有人對馬廷有問題 想問一下 Oracle版的那個 那個 OpenOffice 跟StarOffice 有了什麼差別 現在好像叫 Oracle 現在好像叫 Oracle 就是你分成 OpenOffice AORP 這樣子 封印的版本 跟Oracle 分成 所以他就是 原來哪個東西 直接版本 他加了Service 進去 Oracle分成兩個版本 一個是Standard版本 就是什麼 Oracle分成整個 收費的版本 它分成兩個版本 一個是Standard版本 一個是 裡面的版本 那裡面差別在於說 這兩個收費的版本 不一樣的差別在於說 你可以安裝的套數 就是一套 買一套之後 你可以安裝其他 然後跟裡面還外掛了一些 外掛了一些 外掛了一些 Extension 對 Extension的一些軟體 Standard版本 是沒有的 那在另外一個版本裡面 是有給 這些軟體申請 那Extension的軟體 是網路上 只有一個下載中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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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可以 我記得是可以 也可以做 可是就一個 企業的 那個 manager來講的話 你可能 譬如說每個人要下去做 對 MIS這邊其實也是一個負擔 那 Oracle 它是等於是說 一開始在install的時候 就全包 就把一些非常好用的 那個 把它放進去 Extension 放進去 對 Eric 不好意思 我再問一個問題 不曉得 Oroco目前有沒有 校園的推廣的計畫 之類的 Oroco其實在校園 其實從Shan Michael開始 跟Oroco兩家公司 分開的時候 針對校園 這些國際性的公司 都一定會有一些 Oroco 那在上的時候 有個叫做SAI的計畫 那在Oroco 叫OAI 現在兩盒在一起 OAI是 什麼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那 它呢 它這個計畫就是說 可是它這個計畫 是針對校園的end user來看 就是說 你的學校 你的科系 只要跟Oroco簽了 這樣一個OAI的協議 你成為我這個OAI Group裡面的成員 那你可以去 breed使用我的軟體 做教學 然後你需要我原廠的教材 跟resource的時候 跟考試 像譬如說教材考試 它會有一個固定的discount 那這個discount 絕對是低於市場行情 非常深的discount 就是為了推廣教育 所以目前在教育方面 是這樣子 可是 第一點好像沒有誘因啊 本來OAI就是free download 對啊 所以你剛剛指的就是說 你們收費性的產品 如果是學校的話 是可以不用的 那必須要簽簽約就對了 對 你必須要簽簽約當然 Oroco會收一個會禮費 每一年收一次 會禮費 對 就是類似像依麻花剛剛提到的 那個收費的版本 那那個部分在校園是可以免費的 簽OAI 簽OAI 可是它用在教學上 用在教學上 對 不是每學校直接用 對 那你說針對校園如果去買Oroco的產品的話 這個是應該說要買個案才去申請 對 如果單就OPENOBIS這個個案 單就OPENOBIS這個產品 這可以申請 譬如說 我們不會 沒有針對說 像可能 可能我們大家看 市面上看到 中信局 對 中信局在校園版 它會有一個特別的價錢 譬如說是這樣 因為以微軟來看 我在中信局裡面 校園版跟政府版價錢不一樣 因為校園我怕壓力比較很近 可是因為 Oroco目前沒有去參與這些 這些競標 所以說 在校園的部分 要 這些產品的時候 其實跟我們聯繫 我們會 針對不同的情況 設計不同的東西 那校園當然一直比 單企業還要改革 對 因為我剛剛會問到那個校園的 的計畫 事實上感覺上好像 目前 Oroco的計畫只有針對說 他們有收費新的產品 才有校園的推廣計畫 那對於他們 free的一些產品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 校園的推廣計畫 沒有 沒有這樣分 沒有這樣分 那對於 比如說 我們今天是open office 你看剛剛大家提到 就是open office的使用者 我相信在座應該沒有人 有用過那個付費的open office 那我只是說 我像這樣的一群人 那學校贏了很多人 就直接去下載 我只是說 這樣的一個族群 你們有沒有相關的一些 推廣的計畫 因為剛剛提到 discount discount 對於如果他 如果是沒有那個的 ok discount 那就是像 剛剛提到推廣的話 大概會用這個方式 那 校園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 我們有一組人 固定在校園裡面 做oroco 所有產品 就是固定 一個一個學 因為學校 大關院校 現在台灣164級 我們陸陸續續 一間一間的帶走 對 那當然 所有的產品都在裡面 可是 可能不會全部都講到 可是 就是一定要讓大家 對於oroco 有些什麼東西 可以給你 你還沒有對 哇 我今天還可以說 我今天沒話十分鐘 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今天 大家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想很多人都想問 最可憐的是 Murton 來 我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我接觸到一些 非力主持 然後 在Microsoft他們 是有一個叫做 科技農航的 在Hoyle他們 一些免費軟體 Office的軟體 那 但是如果要推 OpenOffice的話 我覺得最主要 可能是 教學的部分 所以如果 不可能 就是如果說 我們安排一些課程的話 是可以請他們 找一些講師 來做 教學 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 他們就是只會 他們其實只會用 反正他們開 就覺得Office 就是Microsoft Office 這樣子 就是大家 使用一道新的東西 大家會怕 而且最主要是他們 他們在 跟其他單位做 文件交換的時候 人家沒辦法使用 其實 課程的部分 我們教育學中心 針對Office有 很完整的課程 就是每個 各種的user 會有不同的需求 有的人 需要了解身分 需要 要不用那麼生意 那像 就像我們 會遇到一些企業 在需要導入的時候 不同的使用者 族群 會有不同的客人 這個都可以考慮 你們剛才還有一位舉手 請問 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 你剛剛有提到 收費的版本 你剛剛知道 你們主要推廣的位相 是 企業為止 還是 企業為止 那如果是企業為止的話 因為企業會有 模特兒轉換的 氣氛轉換的 所以你們也要 當然啦 收費一定是 面對企業 對啊 個人不太 我們要個人 這個 總共理師 應該也是 收得很 不太容易 對啊 所以我們對個人來講 就是財務版的態度 就是讓大家 還是可以去download 還是可以去用 當然是收企業 那至於說 在建制導入過程 轉換這個東西 我們 可能 都有 當然這些東西 都會有一些 consulted網路在旁邊 如果需要的方法 我們平常這邊 也可以提供這些設施 如果有這樣做 我們可以 好 Rendy 我分享一下 剛才 站起來一下 那個 陳先生 張先生 他剛才問了一些 導入的問題 那 我其實很單純 就分享我們單位 的使用狀況 就好了 那我們單位 其實是在做 推廣OPEN售食的 那 所以其實我們 一進去 我們工補生一進來 我們就把他電腦 勾掉 然後說 抓無方兔 所以你知道他只能用無方兔 重點是說 我們單位裡面的 內部在流傳的時候 其實本身來講 都是用同一種格式 但是如果我們要對外 給別人來使用的話 包含說我們網站裡面的資料 如果你有去下載的話 當然是我們自己 產出的文件 我們都會全部都是用 open office的格式 然後呢 因為可能有些人沒有辦法開 所以我們會把它 再轉成是PDF 其實 政府單位也是一樣 因為你不可能請一個人 他去做兩種管轟 因為他其實那個 真的會滿好 畫所謂的行政資源 那我們做完 就是說我們用完的產出 把它轉成是PDF 那可是我們單位 都是用所謂的open office 可是我們其他的行政單位 其實都用回軟的 那這樣怎麼辦 我們其實有一個公用的電腦 然後那個電腦 就是我們會計部門 他要交報告啊 他要交什麼 就是直接用那一台而已 等於說我們對外的產出 其實我們內部的公文 或者是我們的 幫我們寫一個講義啊 寫一個手冊啊 我們其實全部都是 用open office裡面去實驗它 當然我覺得這邊還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 版本的控管的部分的問題 因為其實 無幫助他升級之後 那我以前做的版本 他有時候加減會排掉 那你就是 剛剛好 趁這個機會去練習一下 把那個新的東西再改版一下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等於說 你在升級的時候 可能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他的版本 那事實上我是覺得啊 因為 跟其他人的交流 要看狀況 因為有些人 他只是在做文書處理 他很少會跟人家交流 他如果他交流 就請他把他轉成BDN 那open office剛好 也可以轉成BDN 對對對 加時間 謝謝 對啊 其實像我們在 幫客戶做導入的時候 第一件事一定會先 按你的需求分析 什麼人需要 什麼人適合導入 先先導入 什麼人導入什麼程度 這一定都要先做區分出來 不是每一個人 一發就全部都換掉 這一定會問題 OK 那大家還沒有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就是 ODF的格式 想問一下就是 我記得是 那個 open office 然後3.0以後 ODF的格式 跟以往就完的格式不一樣 想問一下就是 相當跟人家都已經用到300 那 ODF的格式 它會繼續發展嗎 會不會未來還會再有騙動 我回答 我回答 那個 好 不好意思 ODF的格式應該還是會再發展 但是 我想還是會保持著 相下相容的原則 對 那 我覺得 如果他不發展也是 也是沒有意義的 也是說假的 因為其實有幾個東西要解決 像 像 impress 那個 簡報檔要能夠插入 不多媒體 那個open office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插入不多媒體 那 以後插入不多媒體 它整個檔案格式怎麼做 那這個東西都要慢慢去做 所以 會啦 這是會 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是 它會繼續發展 沒錯 那 不過可以 應該是可以期待的是說 它應該是不會像 open office一點 就是之前的那個 star office star office檔案 XXW 跟那個 後來的那個 ODF之間的 ODT之間的 那麼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應該是一個 比較可以互相相容 從舊到新可以相容的模式 就像那個 ODF1.0 跟1.2之間 1.2 我記得是1.1吧 那個 open office3的時候 他用ODF1.1 然後 open office2來開那個的時候 還是可以開 當然 有一點 有一點功能會消失掉 對 沒錯 那 我想它一定是會繼續發展下去啦 那 未來的話 可能根據未來的那個 文書的處理的需要 也會有新的技術不斷加進來 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那可是 關於 下下相容的方面 我覺得 目前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 對 那我知道ODF其實現在 好像並不是 德式的發展 並不是掌握在 那個 STAR STAR 德國那一公司 但是有一個獨立的機構 叫 Oasis Organization 之前3的時候 好像把這個東西 捐給一個獨立的 配音力組織 那我想他們會繼續把它讓下去 可以嗎 可以再問問一點 可以可以 我問那個 好 好 結論 沒有我對那個軟體有一個提取 就是說其實一般的軟體 我們常 我們會抨擊 比如說微軟的軟體 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說 微軟的功能可能很強 可是有時候我們用不到那麼多 那其實open office我去看 其實它功能也是很多 那有些東西可能我們用不到 但是我不是表現說那個 那個功能不重要 而是我要想表現的是說 它有沒有未來的發展會像 BiFast的 就是說它有一個 共用的類似像API的東西 我要寫一些擴充的套件 那大家有一個遵循的規則 可以很快速的去幫這個軟體 幫這個功能越來越大 我想BiFast會強大的原因 我相信就是它的擴充套件 所以如果open office裡面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很輕而易舉 讓人家可以把這一個模組加進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 是不是你們本身就有了 或者是我不知道 就是說如果有這樣的東西 那因為很多企業的部分 它可能就需要 例如說它可能需要一個聚集的轉換 因為它以前可能是在微軟的聚集 它寫完了 那怎麼樣把那個功能倒入進來 那當然這個目前可能都是曾經科技 這邊在做客製化的東西 可是由一個公司來做 它不一樣相對而是不相對 因為每一個公司 它其實會成本考量 可是它很多時候問題會很多 所以其實 以目前的軟體開發 我們所看到的 像Mac 像Enjoy 它其實就共同開發一個Friend給它 然後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很快速開發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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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open office 會是一個軟體 應該也慢慢可以炒這樣的概念 因為其實軟體很多 可能大家會用不到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把一些外貨功能做很齊全 大家就說 這個我要 就再裝進來就好了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 這個想法是不是 你們有朝類似像 我覺得現在是軟體的一個主流 慢慢有這樣子 我不知道 但是我把它記起來 我可以再 再回去看看 比較 會 能夠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好嗎 看 也許我跟阿貓再討論一下 也許跟他 再來 告訴大家 要訊息 把這個問題 告訴大家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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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Oracle 時間 現在本來只是 只是規劃一點 一個小時 十分鐘 五分鐘到十分鐘 但好像大家的確對 Oracle 都有很多想知道的東西 對 那除了對 Oracle 很多想知道的東西以外 我想 我想 就像我剛剛講的說 open office現在他們也開始 整個態度上 那他們現在很歡迎 code contribution 所以大家很歡迎 歡迎大家如果有 那個buck bit 或是之類的 可以直接contrute 可以直接contrute上去 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 簡報的時候 我會螢幕切到我這邊 我會順便把那個 給出來這樣子 OK 那 好 暫時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問題 我們還有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 抓著Martin一次問 這樣子 反正Martin今天已經被我陷害了 他已經到辭底了 這樣子 OK 那我們 歡迎我們的那個 Libra Office這邊的 曾正佳 來跟我們分享 Libra Office現在的情況 你有沒有要做簡報嗎 有是不是 那你直接一下 讓大家 正佳在 蛤 是喔 可是你要用我的 不好意思 欸 對 我跟我們分享 對 因為 如果說我剛才做一下 的話 這個會不會是 總那種Globe 對 Globe 對 會有很大分 可以 適合 所以 嗯 這個可以幫我接下去 然後 那如果 如果說 就像這樣 那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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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那邊 還不上 有很多 的 嗯 我這個有點顏色 被偷看到 好 你可以幫忙嗎 好 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有帶電腦來 可以幫你看一下 我不一定能裝得起來 什麼的 哪一家 連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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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筆電嗎 沒有就是IBM的筆電 連搶 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你裝好了嗎 還沒 還沒 還沒有 我還沒 還沒有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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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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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的工具吧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 應該大家都知道 openoffice.org 他一開始是 不是自由軟體的 他一開始是由一個叫做 Starvision的公司做出來的 然後他的產品叫做 可是後來 這家公司後來被 被聲揚買了下來 然後聲揚後來就 就規劃出openoffice.org 這個計劃 然後還有他們出了產品 然後叫做Staroffice系列的產品 然後 就是在2000年的 7月19日他們發佈了 openoffice.org 這個計劃 就是 孫陽他們 開放出的計劃 就是一個自由的 辦公室的軟體套件 然後可以給大家參與一起開發 然後 這就是 openoffice.org 那他 openoffice.org 其實他是一個 呃 他背後的組織 也就是整個社群 也叫做 openoffice.org 那他們的產品名稱也叫做 openoffice.org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社群名跟 產品名是一樣的 所以 在某些時候是有些 那個 產生混淆 然後 就是後來的 之後 那個 就是我要講到那個 library office 他就是為了這種 呃 容易混淆的情形 所以有做出了區別 對 那麼就是 2009年的4月之後 然後 oracle 他收購的生養 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然後 呃 因為oracle 生養 收購之後 啊 做一些 一些動作 所以 讓 部分的自由社群有點緊張 就是 好 我應該講 我應該講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例如說java 然後 MySq 然後 點點點 還有什麼 open source 那是過去的文字 然後就是在 2010年的時候 9月28號 因為在 openoffice.org 背後的一個 他們其實 他們的整個社群 有一個最高的 那次行政會議 叫做 community council 就是一個 呃 所有使用者 應該不能說使用者 整個開發社群的一個 手腦集團 那 部分的手腦集團 他們就是認為說 嗯 一個 自由的 軟體 他們不應該 背後是一個 呃 商業公司有 操作的那種可能性 所以他們希望 獨立出來 就是一個完全 獨立 可以讓給 任何人使用的 一個 呃 計畫這樣 因為就是 像是 原本 呃 在上他們在 支援這個計畫的時候 就 其實會有一些 對手公司 例如說想要 也想要開發這個 產品 那他們把全軍給了 openoffice.org 這個 團體的話 那 他後面就覺得 這樣好像 就是 欸我送錢給對手 欸 這樣他們就不大敢 把他們資金 可以依註在這個 組織上面 跟這個計畫社 所以這個 2001年 9月28號的時候 就是 部分的 呃 community council的 成員 他們就成立了 呃 Document Foundation 就是 中文名稱就叫做 文件基金會 不過就是 他沒有正式做的名稱 所以就 姑且稱他就 文件基金會 然後這個基金會 他的產品名稱 就是 Library Office 然後 呃 他們在 一開始發布的時候 他們也有提到 其實 他們也希望 繼續使用 openoffice.org 這個 舊的產品名稱 然後 呃 他們在成立之初 也有 寫信給Oracle 問說 就是他們可不可以把 這個商標訣出來 那 呃 就是 Oracle沒有進行任何的回應 所以他們就只好 暫時先使用 Library Office 這個 產品名稱 然後 那他們的基金會的名稱 也是代表他們的社群的名稱 就是叫做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就是為了 避免像剛剛所說的 就是 你講到 openoffice.org的時候 有人不知道你在講的是 社群 或是哪一套產品 那他們就是希望說 他們可以把 社群跟產品之間 做個區別 那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就代表他們的社群 整個開發的社群 使用者的社群等等 然後 Library Office呢 就代表他們的產品 他們做出來的軟體造型 那 呃 這就是他們 我從他網站上拿下來的 就是 他們的基金會的 整個主要訴求 就是文件 就是如他 你用把投影機帶來 然後呢 他們所做出來 相關的產品 應該就是著重於在 建立 交換 然後修改跟分享 然後列印出這些文件 這就是 現在 呃 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希望能 呃 解放整個 呃文件的內容 不會被任何一家公司所 壟斷住這樣 然後 經過不久 然後 就是他們成立不久之後 Oracle 他終於發表了正式的聲明 他們說 我們強烈的 建議 就是 原本的OpenOffice的社群 去 透過我們這個 www.openoffice.org 所以我們再來回饋 就是 他一開始提到說 我們這個 OpenOffice的軟體啊 已經有 很多人在使用了 那我們也將 注意一些 呃 資金跟一些 投入在 這個產品上面 所以他 他 他就簡單單單講了這句句話 所以 呃 文件基金會的解讀就是 呃 他們希望 Oracle 這方面他們希望 繼續保有 OpenOffice.org 這部分 他們也不會想要把他們的 OpenOffice.org 這個商標 呃 捐贈給 Document Foundation 然後這就是他們現在 遇到的一個問題之一 不過 還好 因為他們還是繼續 採用他們的 Library Office的這個 產品名稱 繼續 那接下來就是 一個 另一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要連年一年 10月14號 就是有一部分的 呃 OpenOffice.org的那個 那個 Community Council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他們的手腦會 這樣 然後他們有一些成員 就是要求有 任何參與的Document Foundation的人 通通就是退出他們的 呃 Community Council 所以他們認為說 呃 你現在既然是 OpenOffice的 Community Council的一部分成員 那你現在就弄了另一個基金 會有一些利益上的衝突 然後會 讓更多就是 不知道 呃 事情發生的人混搖的更多這樣 所以他們就要求他們離開 不過這個這件事情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所以就是 這是可以在 OpenOffice.org的 Wiki上可以查到這件事情 所以它只是一個討論說 就是 請他們離開 然後但現在就是後面沒有下 那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剛剛說的就是 呃 Document Foundation Document Foundation 從過去建立到 呃 遇到了一些情況 那現在這個 Document Foundation 跟 Library Office 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目前而言呢 Document Foundation 它現在有一些支持者 其實它成立的第一天 在他們網站上就出現 他們的支持者的那個 清單 有一次列的支持者 那我現在就是只列出 呃 比較關鍵的 就是比較耳熟能詳的 那第一個叫做 Canonico 這個 大家有聽過嗎 其實它就是 Ubuntu後面的 商業支持公司 它叫做Canonico 然後另一個叫做Redhead 是目前就是 最大的Linux的 獨套廠商 然後Novell 這是前不久被收購的 Linux廠商 那 嗯 好它收購的 集團是一個 創投企業 不過這個創投企業 是微軟主持的 所以其實 簡單說它其實可以說 是被微軟買走了 然後 Majr Majr就是 像 嗯 前幾個月吧 大概暑假那個時候 有一家叫Majrima的公司 就是 Linux公司 它精傳就是 嗯 營運不良可能會倒閉這樣 那 Majrima是Majrima嗎 不是 它是後來的 出來的成員 就是有些社群 朋友認為 就是 Majrima快要過的話 那他不參與 Majrima這個 Linux版本 繼續發展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自己社群成員 他們就站出來 建立了Majr這個 這個專案 那Majrima也 支持這個 The Document Foundation這個 基金會的成立 還有他們也 就是一上述這些 Linux廠商呢 或是Linux的計畫 都會將 使用LibraryOffice 作為他們之後 Office系列的 那個產品 就是 例如說你裝完之後 桌上拿到的 就不會是 以前的OpenOffice.org 而是他們的 那個LibraryOffice 還有Google也 也說他們支持 那FSF呢 就是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就是自由 人體資金會 然後 OpenSource Initiative 就是 有一個專門在認證 OpenSource 的一個協會 他 建立還滿早 就是他一直認證這個協會 對 然後 Gnome Foundation 就是 Linux桌面 一個 應該說 兩大桌面的其中一種 因為說大 就是大 然後最後一個是 NioOffice 因為 NioOffice它原本就是 從 AutoOffice.org 這項產品 做出衍生性產品的 呃 對 然後 BL商業 現在還有 BRO 對對對 那個是 巴西GNome 大概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 除了這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 GoOffice 就是他叫 GOO GOO已經進去 對對對 GOO是 目前那一邊 跟我們博主上 所採用的 OpenOffice的 那個 發行 對不起 那 這個組織啊 他對OpenOffice 做了很多的改進 例如說 剛剛有提到那個 什麼 Empress沒有 多媒體的 可以放進去 但是他們 把它做出來 然後 還有一些 操作上的 改進 那他們 在他們 官方網站上 有寫到就是 他們之後 將 因為他們很多理念 是跟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是一樣的 那他們之後將 就是不會再管理 GOO 這部分 他們會直接參與 那個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的 Library Office 然後 就變成 他們主要的 聲音 因為其實是 大部分的 Ningus那邊的 使用的OpenOffice 就是來自於 他們所發行的 那他們 目前他們 主要要發佈的 就是3.3版 因為他們想要說 嗯 我們既然出來做 那我們應該先 弄一個東西給大家 用一下 看看好不好 所以他們目前主要的 第一個目標就是 全力改善他們的 城市的代碼 的品質 那這點不是 我想要賣的 只是他們 我再自己先 對就是 然後他們還計畫 他們計畫 會大規模的 改寫的共同式 那舉例來說 他們往前 有舉例說 他們目前第一個 正在改寫中的 叫做KELC 然後他 敢用了一個 新的引擎 叫Axion 那這個引擎呢 他可以讓 KELC 這個 反體 執行效率更高 然後 他 支援那個 BBA聚集的處理 然後 還有資料庫的處理 所以 嗯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之後的方法 那麼 那個 未來呢 就是我們也許 不知道他未來會怎樣 因為畢竟 Oracle 還是佔有 OpenOffice.org 那 他們 還有就是 10月初的時候 其實是 OpenOffice.org 成立十年 那他們就是在 OpenOffice.org 成立十年 所以他們發表了一個 宣言 叫做 Next Decay的 Manifesto 那這個 就是下個十年的宣言 他們 主要就是說 嗯 既然 OpenOffice.org 都發展十年 那我們接下來十年 該怎麼 怎麼 呃 的目標是什麼 那主要也就是爭奪一些 解放文件內容的一些訴求 例如說 呃 文件格式不應該限制住使用者 來分享你的文件之類的 那其中最主要一點 他們 他們規範要發表的 代言人他說 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的那個 Library Office這個軟體呢 它能繼續成長到下個十年 就是不只於從1990年到 呃 到現在 010年的 欸 這樣幾年了 20年了 好 沒關係 就是 他不希望他們的軟體 還有他們基金會能繼續運作 然後 繼續不管是後來的時間或怎樣 都能繼續發展 那最主要呢 他們一點就是 他們是 一個獨立的社群 那 呃 這一點是他們非常注重的一點 就是 他們在他們的網站上 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查一下 他們網站上他們成立就是 呃 在描述他們自己的組織的時候 他們就強調自己是個獨立的社群 然後 會使用Library Office這個品牌 因為剛剛有說過 就是 Oracle的回應 Oracle的回應就是沒有那個 沒有 原整屬於Oracle Office的Alog 這個商標名的計畫 那 他們就 這就是大概未來的走向 你就 看著辦吧 嗯 不知道他們會發生什麼事啊 對 就是看著 然後就 就這樣 好 分享到這裡 它是14個小故事 讓大家聽清楚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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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家 有沒有人被Library Office的同學 因為我想今年 齁 今年OpenWeb在發展上 兩個大事 一個就是我 其實 我發現 其實我發現 欸 鄭家你不要跑 還是你的時間 我只是接你的話頭而已 就是 其實今年有兩個比較大的發展 然後就是 後來我發現其實OpenWeb的Fore 一直很多 很多人在做Fore 像剛才我們提到 沒有Office 還有BOffice 還有Office 對 他們這邊 那個成績他們也做了一個Fore 對 那我想再做Fore 那今年 可是 今年比較大的兩大發展 像 就是一個是Library Office 那大家收到 收到什麼一個是Library Office 更加 那一個是 等一下我會剪到 那個 那 對 那我想 這也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的掛緊張 那另外接增加的 剛才的話是 因為我自己 現在也一直在 常在關注 Library Office的發展 那 我 他們是真的做了很多 Code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那我幾乎 隨時隨便可以看到 他們上面寫說 哪一段Code沒有用 3條 哪一段Code沒有用1條 哪一段Code 是無關的1條 對 他們是真的很用心的去探Code 對 那我會 我這邊是 希望說 我這邊是希望說 我們 嗯 不管大家以後 用Ever Office 就是那個 我們這個整個 用同一個Code Face 這個社區 可以一起浪起來 嘿 那我希望說 大家可以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發展 所以 也很希望 正家以後 有新的東西可以 欸 正家你要Call人嗎 好 你要號召 中文化團隊嗎 快點 也有你的廣告時間 其實目前 中文化團隊 嗯 其實他現在剛釋出嘛 然後他在做中文化部分 只是把舊的openoffice.org的 中文部分拿過來 然後再加上一些他們自己修改的 呃 部分 他們修改的部分 才是我們目前要翻的部分 那之後 之後他們 呃 如果說真正上軌道之後 他們會把整個翻譯拿過來 就是 使用者 不是使用者 翻譯者是翻譯全部的 整個使用者的界面這樣 那 呃 呃 就是現在是 現在情況就是 呃 實際上 台灣沒有什麼人在做翻譯這一關 對 然後 嗯 目前的團隊 如果說把一毛毛算進去的話 就是 兩個 還有一個 會有一個就是 包括你的話 三個吧 不要把自己切掉 對 然後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不認識的人 對 一個叫 好 我可以講他名字好了 本來他在我附上都用真名 他就是 他一個叫做林漢昌的 然後他 我看他Facebook頁面上是寫的 他是 判單科技大學畢業的 然後雖然說我跟他完全沒有聯絡過 不過他也有在 幫忙翻譯 我上次最後一次提交翻譯黨 他有幫我修過 因為他說 他是長期 open office的使用用戶 他 看過之前哪些的東西是什麼樣翻譯 因為其實我作為open office 用的沒有這麼緊啊 就是平時算說 例如說交換工作都會有 對 但是我沒有特別注意那些 舊的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或是 該怎麼辦 那他就是做了一些修改 然後目前就 目前就三個人而已 對 那如果說 大家作為 翻譯有計畫 不是有計畫 就是 有熱心想要參與翻譯的話 那其實就是 可以跟我這邊聯繫 那不只是ivory office 就是其實我這邊 還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翻譯計畫 所以如果你對於 欸 各式各樣是什麼翻譯 例如說 XF11有人在用嗎 好 對啊 其實因為 從2007年 就沒有人在接他的翻譯了 所以我保證一下 對 然後 就其實沒有協調 因為他們都不裹約了 所以就 所以就 所以就直接去認你 然後就是 上面的人就 我給你 因為沒有人在管 對 然後 還有 例如說 Migo 大家知道Migo是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一個 目前Nokia 跟那個 Intel合作的 行動攜帶的 一個產品 他們準備發展在手機上 然後還有 平板上 那 那 欸 他目前的中文翻譯就是 主要也是我不在負責 然後還有一個 欸 還有什麼啊 喔還有那個 Wubuntu的那個正體中文翻譯 就是也是我目前在管 然後 然後有興趣都可以加入 如果說你對這些翻譯都有興趣的話都可以 對 有沒有 來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 欸 等一下 你又走掉了 有沒有想問增加什麼問題呢 對 或者是問 或者是我這邊如果增加沒有辦法 因為我也在對很關心 Migo Office發財 所以 我們兩個互相的cover這樣 其實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趁加他幫忙中文化的軟體 不只剛剛他講的那些 其實 各位 只要到那個 連到Chinese平台 然後呢 你們就可以看到 欸 那個 伊瑪你可以現在連到那個 Chinese嗎 對 其實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他 已經默默的在幫哪些軟體做中文化的 那 其實 其實我今天來也想要 跟大家談一下說 如果 如果 各位覺得 像Libra Office 甚至是 O for Kids 我們 我們如果希望說 結合大家的力量 Chinese get We start 沒關係 就打 對 可以 我要表達的是說 以前的 中文化都是用任養的機制嘛 誰任養一段 誰任養一段 那 後來 我們現在就是包括Gnault 還有KD 主要的桌面的計畫 還有很多的應用軟體的計畫 我們都現在把它放在這裡 那比較有名的 比如說 除了Gnault跟KD之外 還有像那個 GIMP還有 Inkscape 那我們現在放在這個平台上的用意 就是 讓所有的使用者 要幫忙翻譯呢 只要輕鬆的點到這裡 就可以 幫忙翻譯了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降低每一個參與者的負擔嘛 那當然 這裡面呢 可能有一些操作上面 大家覺得 呃 比較會有需要說 不好意思 因為剛好我要 請大家看一下這家 DEMO一下 我就DEMO一下好了 其實開密只是等下 OpenKids的時候要講 沒關係 對對對 因為 今天我們那個 站長沒有過來 他還開另外一個會 那 我們現在 那個直接登錄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 呃我指的是這個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感謝所有 欸這家DEMO 哇 來來來 事實上還有更多啦 那只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使用者 他到底幫忙了哪一些中文化的翻譯 那 這也是 我們現在希望結合大家的力量 那 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大家的Credit累積 那二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怎麼樣利用一個平台 然後來結合大家的力量 來做翻譯 那 其實這個地方呢 目前各位可以看到的 一些軟體 包括你看 Scribers 這類的也在這裡 那 因為今天的重點 不是在談這個 我只是讓大家了解到說 目前因為有這個平台 所以 讓未來 比如說我們要翻譯這些東西 假設這個是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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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一個有點尖銀的問題 這樣 那個 這邊有沒有 你們 所以LibreOffice現在的翻譯中文化的使用是用什麼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可以先回答一下 他們中文化翻譯的 就是它是各國語的翻譯的平台 是用一個Puto 是一個專門在做翻譯格式轉換的一個所建立的平台 我們之前Chinese也是用Puto 那後來Puto它是用Python開發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兩三年級的就建立這個平台 但那個時候Puto還不是那麼的成熟 我不曉得現在Puto是怎麼樣 那後來我們就跟社群的夥伴 然後就自己建立了這個平台 對 那這裡面主要也是跟Puto一樣 是以那個PO的格式然後再做處理 對 好 那第二個有點尷尬就是 有沒有興趣就是在一道像Chinese上面 因為我想說有很多大家 譬如我知道這邊有很多大型計畫 像格隆桌面對不對 對還有KDE桌面都已經在上面 對 那上面有很多中文我想很多 在建立一個在中文化上面 在翻譯工作上建立一個Standard的翻譯資料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說我們也可以 就是LibreOffice也可以來用這個平台 就是 就是 好 我講一下 就是 因為現在 LibreOffice它的那個翻譯檔 其實就只是他們修改過的不同的地方而已 所以其實是個非常小的檔案 只有100多個資存 所以 放上來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些 也不能說會有很多問題啊 就是 譬如說主要 會翻譯它的最主要還是就是特別管理它的 然後一般的使用者 如果看到像它裡面的那些翻譯 如果都是有片段的話 就是 例如說只看到某幾個字串 它其實不知道前後文的方面會 比較難管理 然後還有就是 恩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因為 你要同時在多個平台間管理翻譯場 是比較麻煩的 然後 然後 那個就是 我認為啊 我的個人看法是 所以現在這個短短的檔案的話呢 就是由我們 現在大概這兩三個人管就可以了 那之後它接下來把 OpenOffice整個的自串通的那 拿過來 可以自由修改的時候 因為那個量太大了 所以光兩三個人是無法負擔的 那這時候就是 放下來這個平台會比較好 因為 嗯 使用者 對 這樣使用者大家看一下 就是平時 嗯 自己用的用法跟現在翻譯的 有沒有一樣 都可以協商建議 或是其他的其他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現有的那個 鋪桃案平台 它是一個 可以讓大家登進去 要一個做翻譯嗎 還是只有少數幾個人 嗯 它是一個 可以讓每個人登入帳號的 一個平台 那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它的 王子在哪 或者是用 可以 人家的我都要找 不知道 是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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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次他我們在目前的樣子 然後他可以譬如說你其實他可以開放給每個人註冊 所以註冊都是ok的 那但是你提交的話就是需要那個語言各個語言專案的管理員給你權限 那麽就是如果說你對於這個翻譯真的有有興趣 然後你對於這個open office他在使用的用語上也比較精確的話 那當然是歡迎來翻譯 因爲其實我在管理ubuntu的翻譯上其實會有些問題就是 有些使用者就是他們對於某個詞語 他們自己覺得我這樣翻就對了 然後就按確定了 那因為ubuntu他的翻譯平台是 任何人只要按確定他就會接受 那所以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翻譯的如果是錯的呢 那所以因為為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我個人 所以就會努力去寫一些例如說 一些你應該翻譯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事項 然後來提高就是翻譯錯誤的把正確率提高這樣 那所以如果說一般人的話 一般人想要參與這個專案的話 那在詞語的方面 我會給予就是提供建議的這個能力 而不是直接把原有的詞條覆蓋的這個能力 就是希望說你在上來之後啊 我還有一個可以教育一次 避免說就是像剛剛提到 DonchPad就是ubuntu在用的那個翻譯平台上 你只要使用者說而算 然後你如果要找出這麼多詞條海 你裡面中的一個錯誤 是要花費很多時間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與 那大家都可以提出建議 那麼決策的最後的詞目的確定就是 我和目前的另一個 呃...林漢昌這樣在管理一下 還有什麼問題 嗯...有一個問題是說 就是說如果你們這邊也是歡迎 未來也是歡迎你創造的概念 那...因為我有跟Brain Brain有討論過 那...他是說基本上他這邊如果 就是看要怎麼樣把資料匯進去這邊 匯進去那個PoolTower這邊 那...是不是你可以這邊做一個中線寫調 就是跟...跟那邊...跟Liberal Office的 Localization的PoolMaker 可以寫調 然後看如果我們把東西轉移到產業情緒的話 那他怎麼樣去做 可以去把他做進去嗎 嗯...他還是OK啊 就是其實他只是把檔案上傳了 因為他明明沒有過 所以你等一下拿到原始的翻譯 然後再轉移 只是變成說他管理一下 OK 我想Brain也會覺得這是很好的答案 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剛剛有提到的 他原始的翻譯檔案是 對...對...對... 其實他的翻譯檔案原本是SDF 然後他們...他們整個組織 他們在翻譯之前會把它轉成PoolTower 然後翻譯整個 我稍微介紹一下三秒是... 是中文化方面非常... 嗯...非常... 不能說權威啦 但是做了相當久的工作 那...不過他之前做的比較多是商業軟體的翻譯 對... 他最近也開始涉及... 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OK 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 欸... 你會知道剛剛那個... 然後...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些遲大在翻的 一些處理的問題 那我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剛好最近我跟Freddy 在政治大學 我們剛好有一個Scribers 他剛好在上一個Scribers的課 然後我們剛好遇到了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你看喔 如果你們遇到了... 嗯... Story Editor 我不曉得各位你們遇到這個單字 你們會怎麼辦 應該是故事編輯器嘛 事實上如果你去開那個Scribers 事實上它是一個文字的編輯器 那... 我來看一下 我這邊剛剛針對所有的條目 我可以開始查詢 那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後來我們都全部把它改成文字編輯器 那我只是說 用這個平台的好處 是因為我們在原文跟譯文 我們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跳出來的這個視窗 我們才發現 怎麼在這裡 明明是一個文字編輯器 怎麼跳出來叫做護士編輯器 這對我們來講那個很難想像 那我只是說 這個平台的好處是 因為不管你是針對原文也好 或譯文也好 至少我可以把這個叫做 Story Editor 這樣的一個單字跟片語也好 那我把它擺出來 我就可以統一一起來處理 那我只是說 這對於我們未來在個別翻譯的時候 如果我是一個驗證的人 比如說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有審核資格的 就是有Frank嘛 還有Freddie 還有一個叫Danny 這個一個一個 就是叫益順的一個朋友 那我只是說 這個專案負責 我們可以不只一個人來幫忙check 那這個跟Launchpad不一樣 Launchpad是每一個人 好像都可以當確認的 那在這個平台是 就是我們可以呢 一般人大家都可以來幫忙幫你 但是最後確認的 事實上你可以申請 申請成為管理者 你才能夠來幫大家做最後的審核 我們在這個平台是有兩個管理 那我覺得如果我今天 我是一個專案的負責人 我要來做最後的確定 有一些關鍵的詞 至少我只要一搜尋 我就可以知道 欸 我們是不是要來統一這件事情 這叫文字編輯器 這叫編輯器 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現在沒有很統一 這裡的翻譯叫文字編輯器 這裡一樣叫Story Editing 可是出現的是叫做文字編輯器 叫做編輯器 那我只要幫忙 我要幫忙翻的人 這樣我只要換點兩下 我再把兩個字補進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要進一步的來看一下 這個翻譯的問題 我給翻譯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出現的 是在程式碼的哪裡 那我可以複製原文到這個譯文 或是將目前的譯文複製到這裡 那我這樣子呢 就可以幫助大家 在做中文化的一些批字的動作 尤其一整段的翻譯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要重新再複製 重新再提很麻煩 可是至少這個功能 可以直接按下去之後 把整篇的譯文騰過來 我只要改一兩字就可以送出 那送出之後 下面就會有記錄 歷史翻譯記錄 你會知道說 這一個值有三個人 然後提供不同的建議 那這是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最愛的功能 那如果大家覺得 你有什麼樣的功能要改進 那種這個就是平台技術 除了這樣 這樣子 好還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關於CFR Office 沒有齁 如果沒有的話 鄭家終於可以下台了 等一下我們還是會有那個 結束了那個教育 大家可以隨便聊天時間 那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早 所以那個大家可以隨時 跟鄭家這邊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那謝謝鄭家 那我 那在接下來之前 我稍微準備一下 這樣子 要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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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就先休息一下 因為我想說 還是 可以的 我還是 改點魔術好了 好 那 好 好 好 OK 好 耶 嘿嘿嘿嘿 可是一夜的結果還沒出來 一夜的結果還沒出來 好 這是怎麼回事呢 好 好 好 來 這個是 ALL FOR KIDS 那 謝謝 剛才鄭家 那我們剛才說 今年有很 欸 今年有兩蠻重要的 出來 大家都有關係 那 ALL FOR KIDS 那 ALL FOR KIDS 欸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 遙控 的狀態 對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 這是魔術這樣 就是今天 剛剛還在為那個 誰有聽到說 買關心器 比較輕易的方法利用 對 那這是 這是一個 application這樣子 對 那 這個是用 open office做出來的 那我之前測過 一把office做 broken 壞掉了這樣子 他的API給壞掉 然後 ALL FOR KIDS 對 他沒有辦法 那我等一下會說明 那個中間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會有一些demo 那 ALL FOR KIDS 齁 對 他連結我 然後 我自我介紹 我現在在 對 就這樣子 那我現在是ALL FOR KIDS 中文團隊的 然後也在幫 這邊 雖然我嘴巴上面是說幫 但是事實上還沒 開始動手 我覺得 真的假如我也非常感到怨恨 對 好 然後我現在也 實際上我compile過 嘗試去compile all of the time 那Libre office 之前成功過 那最近的新的 call base好像失敗了 那我還在跟他們 聽他 對 然後 這個 這個簡報是從我 今年 欸 禮拜六的時候 12月11號 在台南的 Size Area全英會 上面做的 臨時家庭的警報 然後Freddy應該有看過 那後來我 我把一些錯誤的東西修正這樣 你沒看嗎 我先趕回 高 台北啦 什麼 我有說我那場 還要先走 喔你要先走是 那Freddy也沒有看過 對 那個是我們 那個東西 因為我趕著在那天 Announce 有些東西Announce 那今天這次第二次了 那今天這次第二次了 那我們 OK 那大家一邊 那個小蜜幫我們送飲料 大家一邊聽好了 那我們 從國中小指訊交易談 因為我們想到我們資訊交易 我們第一個想到是 我們在學電腦 第一個想到什麼 學文書處理 大多數都是講的 我們不是學 學上網啦 現在的人可能說 學上網 十年前 十五年前應該是先從 文書處理的時候 灰心要開始學 那可是即使是學上網 其實現在來講 文書處理也還是很重要 那 可是文書處理 我們在學文書處理的時候 碰到一個難題 沒有word 沒有word 怎麼教學生文書處理 對用p2 用以前十年前 會心一號也可以這樣子 OK 沒有word 怎麼教學生文書處理 好 學校可能應該去買word 我們知道微軟 事實上都有 現在有學校的教育專案 也有答案 然後甚至偏遠地區 學校 學校 微軟甚至有一些 甚至到免費的專案 那 可是呢 為了交文書處理 我們 要把我們現在已經非常少的 文書的教育經費 還要繼續在貢獻 只是為了交電腦 交小學的電腦 我們還要把 教學的電腦 我們要把我們 為了讓學生 回去要閒作業 我們是家長 回去都要花一萬塊去買套 office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即使微軟 它提出了一個 課會專案 提供給學校 使用 那 可是學生怎麼做 回去怎麼做作業 是不是家裡還要幫忙 那 如果讓國中小學生 都有便宜 好用office文書欄 也可以用 那 那 這就來到我們 要介紹這個 all for kids的專案 all for kids 一直把它自己定位 是一個 這就是all for kids 因為這邊可能 有些朋友已經試 已經try過了 那 all for kids 它一直把它自己定位 為一套 資訊教育用的office 那 它是由 inaduo.org 計畫 推廣出來的 那 這個是 all for kids.org 的網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logo 對 啊那個 這個是A2OO的logo 然後它是一個簡化版的 教育用的office 然後它是 它整個設計上 它不是工程師在做主導 應該說 對 它是工程師主導 但是它整個設計上 它是Base 第一線教育人員的需求 第一線教育人員的反應說 office有哪些問題 然後 然後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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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魔術壞掉了 好吧 沒關係 反正我能在這邊 魔術已經秀完了 謝謝 OK 來 它是第一線教育工作者設計 它是 它的任務 放在連結office 和資訊教育 openoo 在資訊教育 然後它目前有13種語言 它才可以在多種平台上執行 我們在openoffice 它可以在哪三種平台上執行 一個是windows 可是openoffice oo for kids 它把它pore到 macOS macOS 包括現在OS10 然後幾間舊盤的 mineOS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它比較大的是 它pore到xosugar 對 這個 我想大家都 對這個東西很surprise 這比pore到mac 還要surprise 因為xosugar 這邊大家知道什麼叫xosugar吧 有聽過可以舉手一下 xosugar ok xosugar xosugar 是OSPC上面的 那個 OLPC上面的那個 的軟 的那個 OS 它是 百人電腦 2005年左右提出的 百人電腦計畫 那希望說 不好意思 它的理想是說 MIT的教授提出的理想是說 它如果我們可以把筆電的 成本 把筆電的價錢壓到 100塊一台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 第三世界國家的所有 小的血統 通通可以一個人一台筆電 那這個計畫很龐大 雖然線到現在為止 不能算成功 但是這個idea改變很多 包括 後來模仿 OLPC出來的 EPC 非小筆電的產生 那 OLPC 因為它要 把價格壓到100塊 它一體很爛 這我們都知道 它硬體很爛 它事實上它使用Linux 因為Windows 它光是授權費加上去 就很可怕了 它使用Linux 然後 加上它去把Linux 改很多東西 讓它可以在那裡 很爛很爛 一直上可以跑得很順 那 這就還生一個問題 Office OpenOffice 它有沒有辦法在 OLPC上面跑 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OpenOffice 大家都知道它有點太硬 那 XO Sugar 那 那個什麼 OO4Kids 它的 Coordinate 它本身是 OO的非官方 的Mac版 的 Porter 非官方 Mac版 它Release 就是它Release 那它也把 它事實上它進去改了很多東西 所以它也事實上 進去改了很多東西 讓它可以在XO Sugar上面 那 OO4Kids 因為它事實上它去看Code 然後去改去刪掉很多 很多東西 所以 後來它也去一個版本 叫OOLite 對 OOLite 我還沒有實際download過 對 不好意思 那我自己比較想 我自己也想說 找一個時間去run 那比較重要就是 它事實上它讓OO 和Op 是可以在XO Sugar上面跑 那在OLPC上面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對 很重要的Port 那我們來講它的特色 它特色 第一個 這個部分是根據OO4Kids 它在那個 YouTube上面有丟很多個Demonstration 包括中文 那這個是根據Demonstration上面 去跳出比較重要的東西去說明 那 第一個是介面改善 我們來看介面改善是什麼 這個是OpenOffice 對不對 這是OpenOffice的Writer 然後OO4Kids的Writer 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OpenOffice 3.2 對 3.3 因為中文還沒出來 3.2 這個是 X 這是OO4Kids的Writer 大家可以看出什麼地方不一樣 超大的大的 來 它的按鈕跟它的 它的圖式都比較大 然後也比較簡化 然後再數量 不要 來 你一個人講一樣就好 來 來 還沒有人注意到有什麼不一樣 他都講完了 他都講完了 Briant 對我這樣看有什麼不一樣 他的icon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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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一個齁 事實上這邊的icon是重新選Design的 跟原來的icon不一樣 你看這裡是A 你看這裡的Design 他icon是不一樣的icon 不一樣的icon 不一樣的icon 他裡面有 All for Kids 他的team裡面有一個Designer 他整個 整個那個外觀 整個那個視覺上 他是重新Designer 第二個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button比較大 對不對 他的button比較大 其實不只button比較大 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會不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肥啊 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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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軟體有些比較肥的話 就微笑了就變差 對啊 感覺 有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他的view 比較大 同樣都是十二號字 他的view比較大 他不能調字型的號字嗎 可以調字型的號字 我等一下再說明這一點 對對對 但是同樣是十二號字 他的view比較大 他放大整個view 多放大了15% 那 對於兒童 或是對小螢幕 第一兒童 第二小螢幕 OLPC或是EPC 這樣的小螢幕 來講 或是甚至 有可能在那個 應該是目前還沒有了 但是我坐進去 看一下這樣 在那個手機版 不知道會不會有手機版 他的字體是比較適合的 對 伊瑪 你那個狀態列 可不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這兩個軟體下來的狀態列 最右邊 狀態列的最右邊 最右邊 我看到百分 都是百分之百 對 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 這個是真的 放大 整個view放大 不管你是對老人 對小 對閱讀障礙 無障礙來講的話 他就做這樣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那個 那這個 我們現在看不到字體號數 但其實也可以啦 尋起來 右鍵 和大小 他是12號字 同樣是12號字 同樣是百分之百的view 他整個view看起來 做起來比較大 那 第三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剛才三秒也提到很重要的東西 謝謝你把我畫到槍槍槍 那個 我們可以看到他button比較少 button比較少 這一點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他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 all for kids 他有做 user level的升級 我們從工具這邊 從工具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把它放大 工具 選項 有沒有看到 他多了一個東西叫使用者分級 使用者分級 他分成新手跟一般跟專家 他官方網站上是寫 新手是適合7到9歲 一般是適合10到11歲 然後專家適合12歲以上 但是我覺得其實看人 而且基本上我覺得這個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都會很適用 什麼意思呢 這個新手專家一般專家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現在看到這片巴等對不對 如果切到一般 3 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顯示的功能有增加了 我下次切到專家 它更長了 嘿 它讓open office 當我們很多人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拿到微軟office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上面一大堆功能的時候 大多數人 我們這些是技術人員 我們不用講 我們技術人員 可能比較 即使即使如果有技術人員 我上面很多東西 我看不懂 那 在閱讀 在讀menu的時候 讀上面的工具列的時候 你要跳過那些看不懂 東西去找 做我要的東西 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尤其 那對我們來講都是這樣子對初學者 對小孩子而言 他要怎麼樣找出他需要的功能 所以 他把功能按照實用者分級 他並不是一個把功能取消的 他事實上有一些東西簡化取消掉沒錯 但是他主要並不是把功能取消掉 他是把功能按照實用者的等級去分組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你只是一個輕度的office使用者 剛才我記得好像有人自我介紹說自己還是很輕度的office使用者 那輕度office使用者 你在面對office的時候 你是不是需要那麼多功能不需要 你是不是要需要那麼複雜的選單不需要 那是不是你可以讓自己可以處在 只顯示出對你最有用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設計不只是針對小孩子 事實上這個東西對承認者也是很需要 誒 誒 有問題嗎 誒 有問題嗎 誒 有問題嗎 誒 有問題是可不可以把那個 就這個顯示那邊最右邊 有一個那個下面那個鏡頭 那個地方 誒 把它打開來想看一下 它是不是 就是可見按鈕 對 真的真的這麼少 對 它真的是進去改構 這個是很大的改 它進去改構把它 把它功能改 把它功能變成使用者分級了 使用者分級 如果沒記錯的話 如果沒記錯的話 工具選項 使用者分級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新手 如果沒記錯的話 工具選項 沒有 Menu上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 可是使用者分級不只在這裡 你以為只有那個Button上面改 我隨便寫個聚集我也會做 他不是改這個而已 他不是改這個而已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 來看一個叫做 Calc 這個是Calc 對不對 這是Calc 我們這邊 我們來看我們這邊 如果要填上 韓式 對不對 它有填韓式的功能 這邊有多少個韓式 很多嘛 這是我們 在Bub放從 X12上面 跟X12幾乎是完全通用的 所有的韓式 這裡面呢 它有多少韓式 欸 不對 剛才開到 專家紀 這邊有多少韓式 這邊有多少韓式 它是真的去改扣 然後讓它按照使用者分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剛才還在專家紀的時候 這邊也是練滿 這個好不好用 我覺得是很好用喔 因為這個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用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用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 這個我還看得懂什麼意思 這ASIR是什麼東西 對 如果我要找說 我要用的韓式的時候 我要從這裡 大概一百多 我記得總數是一百多本 裡面可以找出料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透過 那它透過使用者分級的方式 讓我可以專注在 我最常做的幾個工作 我平常在做OBIS 在做試算表的時候 我可以用 我用到什麼 Average Mancement Product Sound 其實 Product都很少用了 但是 我覺得這個 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 成人版OBIS的講話吧 因為它 我覺得真正 對小孩子來說 像函數那部分 應該要做中文化 而且要詳細的解釋 小孩子絕對看不懂 什麼Average Mance 對 對對對 這當然也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對 那 是不是有可能甚至把 材式名稱都用中文起來 我不知道 對 但是這個是可以討論 因為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啊 右邊不是有解釋嗎 對 右邊有解釋啊 但是至少 而且至少 這邊只有一幾項 一二三四五六七項 你一個個去找你要的東西 比起 可能一百多項 方便 來我們來看看SIR 其實我也很好奇 SIR是什麼 Returnal Rate Returnal Nom Periodity or Schedule 你們 哇 這什麼鬼啊 即使我自己 有修過一點 財經的東西 我都覺得看這個很吃力 對 那 講這是真的去做 把它的功能做使用者分級 而不是按鈕做使用者分級而已 那 當然還有幾個改善 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Cup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光是它的起始畫面 就是你從應用程式辦公這裡 All for Kids 它的起始畫面 這是Libra Office的起始畫面 這是很傳統的嘛 跟Open Office很像的起始畫面 來看 All for Kids的起始畫面 它只有四個 其實它只有四個軟體 哪四個軟體 四個軟體 這裡 Nibra Office它有哪些東西 不好意思 Writer Calc 還有Infresh Draw 還有Diabase MDB 那個Base 還有MAP 可是這邊它其實只有四個 哪四個 Writer Calc Infresh 跟Draw嗎 Writer Draw Impress Calc 這個順序很重要喔 Writer Draw Impress Calc 這是為了 為了 小孩子學資訊教 日耳Design 他把Draw 放到標本的前面 把標本放到最後面 對 所以 即使是這樣一個其實的方面 他都已經Design過 而且把它重要性重新排列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像這樣一個小東西 包括我們說字體放大 然後包括我們說功能分級簡化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小東西 而且其實 這些東西都是小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會對使用者造成 巨大的影響 那我想就是 就像那個EGGO之前做的努力一樣 他只是把Menu重新整理而已 而且把它分類 可是他對使用者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 那我覺得這個 對不起 我又捧了一次這樣子 捧了那個Eric 可以個人情這樣子 對 還有那個佩華 那個 新陳 對 有這些樣的改善 那 我看他有什麼 界面改善 全新放大 還有他的配色是亮色系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亮色系的配色 然後還有 全新的放大按鈕 亮色系配色 放大的游標 顯示力一定放大115% 多15% 然後啟動畫面重新設計 然後大幅減少不必要的選項 我們來看 All for kids 這是 Open office的選項 的那個options 工具的選項 這是All for kids的options 目前不論中英文的差別 他減少很多 他減少很多 讓你 很多東西你不大會用到的 你不大會去改到的 他就把它拿掉了 其實我們這些選項 我們會去改的其實幾乎沒有 對 他減少不必要選項 然後包括 對 然後 使用者程度分級 OK 他有這麼多改善 OK 那 介紹完那個 All for kids的特點 那 目前的開發情形 All for kids目前開發情形 他的project leader 就是這個Eric B2 這樣子 好像是Eric 對 他是Eric B2 他是目前project leader 幾乎每天都掛在IRC上面 那 他就是之前那個 OpenOffice的Mac port 非官方版的Mac port 那他現在也把它 port到OLPC上 也把它port到 因為藉著做All for kids 教育版的OpenOffice 他把它做 port到那個Mac上 port到那個OLPC上 那 這個是 我想應該是Design Being Fanboy 他是做那個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那個 全新的Button 那些東西的Design 還有 那首頁那些 所有美光的Design 還有他們Logo 那這個Marina 他是做義大利文的網站 對 我下面只列出我認識的 對 然後 還有這是我 我現在是台灣戰士 我做的 對 對 那整個Team 大概有20個人左右 那 他們 他們整個計畫 大概主要是 背賞歐洲 對 那像 Eric Eric B2 他是法國人 對 然後我記得這個 Ben Boyce 他是在德國 然後Marina 他是在義大利家 對 然後目前 他Localize的網站 與其他簡報 我們直接看那個 SV走比較快 目前他Localize 他的Localize計畫的網站 來 這裏 他們在上 空間 你也要是 澀 腹部 永遠 很美 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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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蛤?沒有?可惡 現在Localize的網站 這邊 第一個是在比利時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對,大家可以看到這Localize的網站目前有BE、ESD 比利時、西班牙、德國、義大利、羅威、台灣、美國 美國站 那 這是比利時站 然後西班牙站 然後德國站 我們可以看到德國站台詞有Hello World 還是剛裝上的Wordpress這樣子 還在Wordpress說Hello 然後義大利文站 這個剛才介紹過的Marina做的 然後這個是挪威站 美國站 也是剛開始放上去用Gymda做的 那另外就是我前兩天剛剛做出來 禮拜四完禮拜四在高雄做出來的那個 臺灣站 對,臨時臺灣站 那未來的話 我這邊的話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來加入的話 我很歡迎大家一起來把這個網站做起來 做得更深更多東西 那網站目前還放在我家 那未來的話我會 Eric那邊 要不要中研院贊助 我當然要中研院贊助 終於要不要贊助hosting 因為我現在就是覺得放在我家不好 常常講放在我家不好 雖然我家的環境已經算在私人家庭裡面上還不錯了 我還有那個叫什麼東西 這個叫UPS 對,正常家裡不會有UPS 而且還不是那個500塊的 我買7000塊的UPS 對,但是常常講不是好事 對 因為我畢竟是 畢竟是 512K上傳的公關 這樣 那如果說 這邊的話 可以hosting嗎 還是說 我之前也有跟那個Andrew談過 就是那個 Linux.org.tw 跟Andrew談過 Andrew 然後他 可以放你們嗎 可以放你們嗎 原則上來講 我們現在應該還有空間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升級 可以升級 如果看一下我們的網站 事實上我們是有做 類似這樣的或是 是 但是負責人可能不是我 我沒有辦法馬上跟你講 沒關係 但是應該 還有 可以 可以 因為我本來 Andrew他是在那個 Linux.org.t的網站 Andrew他 Linux.org.t的網站 現在 在花蓮線網 這樣 他是有說可以 可以放我做一個 VM這樣 可是我沒有 我本來是說看今天之前能不能給我 我把它翻過去 可是還沒有回應到我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hosting以外 我也很希望大家一起來充實他的content 對對對 那 這是台灣站這樣子 那目前我至少 我已經把它放一個簡單的介紹 還有包括他的下台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很多 Portable Portable 然後Linux版 然後Mac版 2PC我還沒有放下去 然後他的 等一下 給我一點時間 我在介紹我們當委的服務 對 剛好 有 好 沒問題 因為 這個也是我的贊助 這個也是今天很重要的贊助商 Freddy Freddy 我沒有贊助啊 你贊助我報名系統 還是 我不是沒有贊助報名系統 我以為我太早買單了 有賣相 OK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家會用很多資源 那Freddy這邊今天贊助我很多東西 我也非常高興 所以等一下給Freddy五分鐘 對 Freddy快吐血 因為我從來沒有 我至少還有跟 還有跟 Bartin講這件事情 我完全沒有跟Freddy講這件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我們 回到正題 回到正題 那All My Office的那個 All for Kids他的討論主要在 IRC.Freeno.net 他的All for Kids的頻道 那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上去討論 那 Ari B2他 事實上一直都掛在上面 這樣子 對 那我們 不過他們那邊的時間 跟我們差大概 差一段時間 所以 他們那邊好像是GMT的樣子 所以大概是我們的八小時前 但是我們白天的時候 他可能 在晚上這樣子 對 那他開開 天常開會的時間 我不知道多 好像一個月一次吧 然後 時間是GMT加零的晚上八點 然後我就很辛苦 因為GMT加零的晚上八點 是我們的早上四點這樣 我就 到早上 尤其上個禮拜 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天氣又冷 這樣 超討論 超討論的 你先幫我拿一下 我拿 那我們台灣這邊 我們目前的情形 嗯 Colone的目前 目前應該是我啦 包括那個網站 目前我幫那位他們做 然後 那個什麼 這邊的話 那個中文化的部分 對 中文化部分 我們 對 這個是我剛才做的 剛剛有介紹過了 然後目前討論的小組 Eric 拍手可以拉進來 對 然後還有Erik 那邊那個 Chinese Afraid 然後還有Max 今天沒有來 Max還有 O-SIM 對 對對對 那這幾位 你們都不要跑 對 可是我們還希望更多人 因為我覺得 這個東西 不只有中文化的工作 O-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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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你 票選好了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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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得很像 白鹿的那個字 然後 然後 可是我們 第一個我們希望 我這邊希望更多人 可以一起來做 而且我覺得 做的部分 不只是 等一下我會說明另外一個東西 做的部分 不只是 他的 中文化 除了中文化以外 那我希望在 包括Coding的方面 我覺得 Eric那邊的態度 非常open 另外那個Eric那邊 態度非常好 Eric B2 他的態度非常open 所以包括Coding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做contribution 講到這個 我突然想到 他們 在官網上有說 他們用了 他們的 插入那個 多媒體 在 在簡報裡面 插入音樂 跟插入影像 插入多媒體的問題 他們也解決了 可是我try還一直失敗 所以我剛才不敢demo 對 那他用的東西 他在兩個版本上解決 一個是Linux Linux 他用GStreamer做 然後另外一個版本是Mac 對 這兩個是正式他解決的 對 所以Eric這Aggri B2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期待大家 等一下如果有興趣 可以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加入這個team 這樣子 然後目前 這個其實是前 上個禮拜四起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跟Franc team 還有那個 我跟Eric B2也講好 那我們已經決定要搬到 那個 Chinese上面去 對 那大家可以一起去 在Chinese上面工作 那我這邊也會很期待說 All for Kids 可以逐漸把 我今天看 剛才看好像還沒有放進去 對 那沒關係 那 不過我這邊會期待說 All for Needs All for Kids 它的那個 可以逐漸把 翻譯的 Term database 可以做出來 對 那未來的話 Nibra Office 也可以一起翻過去 我們可以用統一的Term 那 統一的Term 這個 Term的話可以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用到 就像我剛剛這樣 直接搜尋 就可以直接處理 對 我覺得那樣子是很棒的事情 那 另外 這個東西 我想大家都會非常好奇 在中小學 資訊教育外 我說這個是 All for Kids 它是真的是 OK 應該說 EGUC OO 他們是真的是做教育 把Open Office 跟教育結合 這個有兩個層 兩個層面 一個是他在做中小學教育的Open Office 資訊教育公司 這是一個基礎資訊教育的工作 另外一個呢 他們也願意教導大學生 All of the source 不是大學生的嗎 可以 我想應該可以吧 我也不是大學生 我也很害怕這一點 我要去問你 但是 Eric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之前做過 seminar 可是是Online 在IRC上的 seminar 那他們可以做 遠端的教你Open Office的Source 那我想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Free 把Open Office的整個Power Free出來 對 讓大家可以去參與 那我想去 你去release這個Power出來以後 你不只是貢獻在Open Office上 你也可以再拿來貢獻在Open Office 尤其是 OpenOffice.org他們的官版 他現在已經開始要做 已經不是開始 已經 剛剛發過聲明說 希望大家一起來Contribute 對 那我想說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一起來Contribute這個Call 然後一起來解決很多中文的問題 那甚至我們去看 O4Kids 還有聖山Libra Office的東西 那我想 目前兩百六十幾萬行的Source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看到就連綠掉 我看到的時候也是連綠掉 我現在很努力堂開喔 那如果 我想他們願意出來交這個Source 我覺得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願意從 開發這個角度來切入的話 我很歡迎大家一起進來這個Team 那我知道那個 在美國的Sherlandi 不知道大家 這邊有沒有人知道Sherlandi 那個Eric知道嗎 對 Sherlandi他已經很願意出來 他已經跟我報名說 想出來去O4Kids 喔 不是來交喔 他應該是要來交的才對 他下個 他三月份應該會來 share這個 他最近剛寫的那個 對 他回台灣了嗎 沒有 他可能遠端share 對 那 我覺得 如果說 現在已經 他也跟我報名說他還要學 他有興趣學O4Kids O4Kids O4Kids 我自己也要學 所以 我們可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我聯絡 這樣 我們可以組聽一起團購這樣 對對對 團購開班 真的喔 開班 工作坊嗎 沒有沒有 可是他只能 那個Eric V2那邊只能用IRC交 你不用炸鋼嗎 我想 可是我們也可以學了以後 我們再把我們得到的知識 再去那個 再去 那個什麼 工作坊開班 當然前提也是大家對 那 Open Office的Source有興趣 對 我想把這個Power release出來 那個260幾萬行的Power 把它release出來 對 這個是我們這邊很希望可以做的事情 嘿 那 Eric正好碰到Eric 他是跟很多低線工作人員 低線教育工作人員 他有實際的抗帶 而且他也非常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對 只要募集兩個人以上 可以做IRC原本教學 嘿 啊 事實上已經募集兩個人了 有沒有再有興趣一起過來 就 好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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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記得看一下 就是ALL4KID的 那個軟體的 就是說明 那個欄 那時候想看他的說明文件翻得如何 就是 我要看他的軟體的說明 說明文件 就是我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齁 雖然我還沒看過HELP 大家現在實際可以看齁 但是我在看HELP之前 就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沒有 有耶 所以你一直很想翻譯就對了 有耶 真的耶 可是OpenOffice 因為我這個不是中文版 所以我現在安裝不是中文版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 對我現在這邊不是中文版 我不知道有沒有 對 所以 那那個 就翻譯文 翻譯的工作有包含到 就 all4KID的那個文件嗎 我們現在翻譯文件齁 事實上 事實上那個 我們拿到檔案 就是那個 那個 鄭家有提到的問題 的狀況是一樣 事實上那個OpenOffice它本來的 中文版 中義是SDF檔 那SDF檔呢 那all4KID它是加上一個 另外一個檔案 作為那個DIF 不同的翻譯把它蓋過去的部分 那 這樣子它可以保持跟原來的那個 官方 跟all4KID這邊的all4KID 它的那個翻譯可以一致性 可以直接把新版翻譯拿來用 那 可是那個 不一樣的那個檔案 新增的那個檔案 目前是空的 嘿 目前是空的 那 這個部分的話 然後隨著他們開發他們的一致 現在是1.1版 欸 他們的版本號碼 跟LibreOffice不一樣 LibreOffice一開始就是3.2 3.2 3.3 對 就是順著OpenOffice 對不對 All OpenOffice的版本下去做版本號碼 那all4KID它現在目前的版本是1.1 它從0.0開始 那 那個中文的部分 它會慢慢出來 release 那個release出來 需要翻譯的中文字串 那這部分我會 其實我還沒有開始這個工作 但是我會逐漸去把那個整個 新的需要翻譯的Firm拿過來 然後把它丟到 翻譯子上面 透過Firm這些 對 嘿 嘿 嘿 那個可以稍微秀一下那個 O O 稍微秀一下O 對 因為我覺得剛才你有在設定那個 一般還有進階的時候 其實一般人不大會知道是在工具裡面的選項 所以事實上它如果有這樣的設定 應該是要把它使用的分級 看是不是直接拉一個按鈕在外面 就讓它直接說 它在登錄的時候 就是已經設定說它是一般的 或者是進階的 那它其實就不用再到這裡面再去設了 比如說它的按鈕應該是把它拉出來 那有這個概念是因為以前我有玩過Follow Impact 那Follow Impact其實它就有類似像這種概念 那現在很多軟體都這樣子 就是說 很多美工軟體它可能很多 所以它慢慢覺得說 你用不到那麼多 它可能就是一個類似常位理論 你用到可能就是一般的東西 所以它就把一般裡面設一個按鈕 那我回想是 我用過Follow Impact的一個概念 那我覺得 某一方面 它應該要表現這樣的東西 那可是應該是它表現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試的把那個按鈕 就直接做在外面 譬如說 在點進去的時候 就是切換到不同的 它所需要的一個工作的環境 那現在很多UI的部分都是這樣 包含 最近我買的HTC 它其實也有Sensor 它其實也有讓你做不同的 做的話 OK OK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可以 我覺得這無意見很好 可以拿去跟那個Ari討論 Ari是他嗎 Ari是他嗎 Ari B2 Ari B2 Ari B2 我可以拿去跟Ari B2討論 對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對All for Kids的一些想法 我講一下 那個All for Kids 他幾乎把具體拿掉了 對 你可以看到這邊 工具Tools Micro 它有 對 OpenOffice 背景對不對 Libra Office 也有 它有Libra Office背景 它有牌板有背景 然後 可是All for Kids 事實上它把它拿掉 只是這樣拍到 只是這樣拍到 對 OK 那 對 可是其實我這兩天 也在那個 Evra Office 的那個 開發 list 上面看到他們 也在討論 所以要不要把他叫他的 support 拿掉 對 那 因為他們也是要簡化很多 code 在檢討那些 code裡面 對 還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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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欸 什麼 什麼 現在幾點 9點半 還沒有 還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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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學OpenOffice 或是想要學 All for Kids的Source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玩 對 那 我這邊也還是跟那個 Erin這邊 在密切接觸收看 雖然我 事實上我還沒compile 所以我本來想趁著今天 在今天真的自己 丟一個自己compile出來的版本 來share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還沒成功 嘿 沒有嗎 目前 All for Kids 這個版本 你是已經 open 出來嗎 欸 對 它是 因為它是貝賞 OpenOffice 所以它是GP 所以也是根據GP 而丟出來的東西 嘿 OK 那真的沒有意見 真的沒有想問的東西 真的沒有想問的東西 或者是想一個問政家 想一個問Marketing 都可以這樣子 沒有嗎 OK 好 那謝謝大家 看今天的那個talk 那 嗯 歡迎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丟進來 那我 我會把 我現在有在那個Facebook上面有成立一個 OpenOffice 台灣的社群 那我現在把增加 我是希望那個社群不只是 就是可以把做相關的東西 包括什麼OpenOffice還有LibreOffice的一些力量 整合進來 雖然不一定是做同一個東西啦 但是很多東西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社群名字是OpenOffice 對 大家如果現在有開電腦 你可以看OpenOffice台灣 對 對 那那個 我有把Frank還有Eric都有拉進來 這樣子 Max都有拉進來 那 OK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 對 那 OK那我今天就 share 到這裡 謝謝大家 欸 怎麼了 喔對 喔 喔 喔 今天另外一個暫停下來 報名系統 我交給Frank 你辦報名系統的贊助 這樣 我工作時間 好啦好啦 欸 我不是真的來廣告 我是分享 OK 工商服務時間 兩個主持人說是工商服務 就是工商服務 沒有 剛才是剛好 一馬貓有問到一些 一些服務 那其實我們單位是 呃 有聯繫嗎 有 有 OK 我是來自於 中央研究院 然後自由軟體主要場 那我們單位員主 就叫 Open Source Source 其實你可以記那個 它的簡寫叫 OSSF 那不過目前是不建議用這樣來Key 因為可能會Key到 曾經科技裡面的 所以不曉得 你們為什麼要跟我們取樣的名字 就是附倉基金會 好 我們先走 OK 那你可以直接記住 我們的單位的一個 呃 我們單位其實就是 成立一個類似專家開發平台 就像Sourceport或Google Call 那當然 呃 我們有我們的階段的任務啦 因為其實我們單位是很多是 拿政府補助的 呃 國科會的計畫 那 可是我們總要有一個地方讓它放 不要讓它直接放在Sourceport或Google Call 那萬一那個商業公司的政策又改變了 那這些 國家的資源全部又 又是不知一句 所以我們就希望建置一個 類似這樣的Open Brunch的平台 讓這邊 呃 有興趣的人開發可以在這邊 來做一個開發的動作 那目前比較有名的幾個專案 包含是 這邊的專案裡面 包含我們 Trynees Trynees 有他們都有 但是沒有上排行嘛 因為長排行就是一些比較應用的 包含PCMAN啊 包含一些可能是 網路的軟體等等 那 可是因為我們大概知道說 如果都要叫很多城市的人來這邊開發 他其實上會覺得說 我就在Sourceport或Google Call 所以其實上我們也強調可能很多服務的面向 包含2008年的時候 那我這邊其實就開了蠻多的工作榜 那目前是由Rub來做接手 那還有今年的部分呢 是我們也蠻特別的 今年幾乎所有Open Source裡面的 比較大型的社群的活動 其實都是 呃 我們是比較低調 低調的奢華 我們贊助場地 所以 包含那個 OSDC 或Post Club 其實某一方面我們是有幫忙到說 可以 呃 我們來場地 所以 實際上我們是很歡迎各位來用我們的支援 那包含說 今年可能是出了大廠之外 我也慢慢去推 譬如說 Erik 他某一方面 就約我去他們的社群聚會 然後約完之後也是約我上來 然後講個話 然後就叫我金主 因為他們 我們有幫很多組 你們有幫很多組嗎 超市開發組 美工組 金金同業 然後我上來說我是金主 所以後面他們也有固定有一些support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有經費 原上是很希望可以幫助社群 我們的金主 對你們的金主 那簡單講我講那麼多就是說 各位如果你們有興趣 呃 我們這邊是有把一些服務寫在上面 譬如說工作坊的申請 那可能有些人有一些技術能力想要分享 那那個我們也有拔那個Maskino 對不對 他分享那個Python 還不錯 可是他幫助都自己玩 我都不知道 OK 開玩笑了 好 那這邊有個應用點 方可能就是那個 剛剛剛剛所提的 就是其實我們有固定有一些服務 那Erik 都知道我們的資源 說到他一直利用我 我也不知道 我不瞭解你 我不瞭解你 我就瞭解你 好 所以各位 如果你們在有一些服務上的需求 我們這邊是剛好有 可是必須說坦白 資源有限 比如說我們工作坊 我們也不可能 一年上半 我們一直在開工作坊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要跟補習班做一個 比較明顯的做區隔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能開了頻率啊 或是開了議題 就是不是像補習班的教訓 然後像我今年也是在負責 我這樣講完都是我在做齁 沒有啦 我們有分工 只不過 在校園部分呢 目前來講是由我來負責 那其實這邊也有包含 請一些社群啊 包含FireFast啊 那這個是之前 吳邦兔是請 之前吳邦兔的 IJS 他答應我的 他答應我的 所以現在你要答應我 如果有效 就要阿姨去講 你要承接器耶 對 對 那其實包含說 剛好這一次 Costca他其實900多個人 我覺得哇他怎麼辦到的 怎麼有辦法鄰居造這麼多人 我也是幫他拉一下說 看他有沒有興趣去 他就一勾 所以簡單講就是 其實我們 我們不是像 伊瑪貓是真的 跳進去寫程式的啦 我常常會這樣講說 我們其實就是 他們是很辛苦的慢逃者 那我們可能是贊助商 在終點的時候 或在中途的時候 滴一杯水而已 所以有需要我們幫忙 然後如果我們能力所及的話 是可以幫忙 因為必須說坦白 我們的經費 也是來自於 政府的補助 所以政府有給我們錢 我們就盡量 找他比較有效的去運用 到後來 明年我們沒什麼錢 所以請你們 不要在一月份的時候 跟我們說要贊助 因為聽說 Erik要跟我們搶經費 分享 分享經費 善用國家資源 有沒有人要問他問題 問那個 問Freddy問題 備詢嗎 有沒有要問Freddy問題 沒有齁 對 那 我想Oracle這邊 其實 因為我知道 Oracle現在已經是 你要請教 不要有人問一下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剛剛那個 不是有提到 他們要做那個 教育訓練嗎 教那個 OO4Kids也好 他的那個 教育訓練的部分 我想那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跟 助導黨這邊有 可是他那個 OO4Kids 第一個是他的時間限定在 法國那邊 他可以行責的時間 呃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 先有一批人做 種子的訓練 然後再回來 再做實體的教訓 沒有問題 可能說 所有人都線上 不是每個人英文都這麼好吧 對 真正可以 我跟許人體可以來做這個 種子沒有問題 對 可是我 如果說這邊 我們的確可以有很多人對 souls有興趣 對 去貢獻 去感受 我分享我的經驗好了 事實上 國外 事實上 譬如說 RH他們 他們其實就有贊助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 小小的計畫 不過他的計畫是針對教授 因為等於是說 你要請學生參與這一個 所謂的 open source的專案 事實上它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你要寫call 跟看得懂call 看得懂call 其實比較難 對 而且你要把它做整合 它其實這樣是 相對的有一個難度 所以他們其實為了 達到他們推廣 其實國外他們是有廠商 他們就是贊助說 他們覺得這個計畫很有趣 他們其實除了是社群 他們自行去經營 他們也是做一個 比較有行銷的手法 譬如說他們就開了一個 一週的類似像訓練營 然後請這些老師 有興趣來參與的 然後請社群的人來分享 他們怎麼在社群做開發 怎麼利用社群的一些工具 譬如說IRC 他們怎麼在做線上的工作 因為畢竟 這個專案因為太有名了 它上次會集結 全世界裡面 不只是那個地區 所以你怎麼去透過一些工具裡面 去做一些城市的開發 它在這邊教你 就是這個幹因的問題 所以不單單只是教怎麼寫 那當然啊 因為如果要把東西 再focus小一點點 沒有錯是可以從台灣這個地區 來著手 但是我必須說坦白 城市開發 唉 必須說坦白 你英文就是好一點吧 不然你怎麼去融入到全世界 在就學square去啦 對 連周杰姊都說 我以前是彈鋼琴的 所以英文不好 所以是覺得說 因為其實我們站在的面向 可能跟IRC比較不一樣 因為IRC他們的計畫 其實就是希望去推廣一些應用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他們現在也蠻厲害的 因為他也慢慢去結合到一些城市開發者 去輔助他們想要推那種東西 那我們的計畫所成立的目的 其實某一方面是有重疊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可能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面向在這邊 所以如果是國際媒合 其實是可能有比較可能的 那或者是直接走到大專院校的部分 我們真的會 因為我們的領域 的確就走大專院校那邊 所以如果要走大專院校那邊 我其實會比較希望是說 嗯 是可以先問問看有沒有有興趣的老師 那如同IRC所講的是種子的培養 那當然這邊其實也可以不用那麼局限啊 說一定要老師之類的 只是只不過我是希望說 這個的高層可以再拉高一點點 因為其實有老師去分享給這些學生 他實際上是最快的嘛 不然我們要老師做什麼 那因為老師他其實就是 不是在這塊領域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老師拉進來這一塊 開圓的這塊領域 他事實上相對的影響力 事實上會比社群更快一點點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如果這樣要做是可以討論 那可是我是覺得說 可以直接去往 就直接往大專院校那邊 或是跟企業這邊來合作 因為我覺得任何有用的東西 其實最棒的東西 就是要證明它的商業價值 那這個商業價值就是看 有沒有企業願意贊助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其實它是相對的循環 而不是一直要應該用政府的力量去說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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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這個 譬如說可能是像那個歐羅伯 它會覺得說open office這個東西不錯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這樣人才 那它是不是願意提供一點點小小的經費 去 support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先點來一個火花 然後慢慢慢慢的 由政府的力量再補助一點點 因為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必須要由政府來補助 這是我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一直受到政府補助 我覺得應該是要某個方面是要讓企業的這些 慢慢的進去 我再討 我稍微回應一下 其實今天這個東西我希望說 因為open office整個的社群的發展 因為很多原因成績了很多年 我剛剛有聽到那個提到說 上一次聚會是2008年的事情是不是 是你提到講的嗎 三年前是不是 所以是2007年的時候的事情 那成績也是成績很久 那我這邊會希望說我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open office 它就像我剛才這簡報一樣 它是資訊教育 我會說處理是資訊教育的很快 很重要的基石 那可是這個東西它在open 在社群裡面大型活動 包括OSDC、Costco這些裡面已經消失了三年了 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這個open office這一塊為什麼會不見掉 我一直覺得很不好 那我會很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繼續把它run起來 那我這邊也會 所以當然也到說我們接下來的一個題目就是 以後的定期聚會這樣子 那我這邊是很希望說把它整個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談雲端嘛 其實雲下這一塊 其實我會很想把它做出來 然後 所以我會希望說接下來透過 不知道有沒有遭到八九二十 結果後來沒想到竟然把這個二十人的場地 用掉 用到這個二十人來 我覺得真的是超感動的 對 而且也看到很多沒有看過的朋友這樣 那我希望說有一天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可以逐漸把它 我們可以讓它可以在 逐漸再 繼續在我們現在的大型的 很多大型的自由軟體社群圈的配置 讓open office可以在有一席之地 對 那我今年有投那個 Costcap我有投一個open office的魔術 剛才大家有看到 用遙控 用手機遙控 那這邊也有同學 這邊也有人那天有去看到 然後後來我在Start I-Cost也有上去 那禮拜六我剛從那個SA全英文 Study Area全英文回來 那也是做比較簡單的 open office 關於企業英文簡報這樣子 那接下來明年的OSDC 已經在增高了 對 我好可怕 壓力很大 對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 因為我其實今天有點奇怪 有沒有 EA Wallace可以來了這樣子 那可以怎麼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覺得說 是不是大家也可以 繼續把這個火種一直點下去 讓我們把open office可以繼續這樣做下去 對 那包括像明年的OSDC 明年 年度四大活動 OSDC 五大活動 四大 OSDC Costcap I-Cost 然後還有SA群會這樣子 然後一直把這個東西 越來 讓它可以 這個火越點越大這樣子 對 對啊 那我覺得企業的初始其實 那個什麼 剛才回 回應剛才Freddy講的話 政府的電量當然是一個 點火的點啊 但是我覺得火點起來了 以後是不是很多東西可以 怎麼樣可以放起來 對 包括像企業這部分 也不是一部分 那我們社群那邊 也是另外一塊這樣子 對 對啊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 覺得我們接下來 聽了有沒有很感動啊 痛哭流涕這樣子 然後所以 我們 接下來我們下個月再來一次 繼續聚會這樣 有沒有人有興趣 有沒有人有興趣 有沒有人覺得我們接下來 有興趣我們可以繼續來聚會 嘿 可以 可以是不是 那如果我們地區 接下來繼續聚會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邊 除了 除了 那個Oracle他們這邊 就像剛才那個Mountain 他有提供說他們有 正式的教育訓練 欸不好意思啊 不要來 對 謝謝鄭家今天來了 欸鄭家我那個 我用你的那個 我用你的那個 我用你的email 留在我們列室上面 沒有列室上面 沒有列室上面 email你留在我們沒有列室 加進我們那列室可以嗎 謝謝 謝謝鄭家 謝謝鄭家 今天特地從台中港 他只是一個窮困的大學生 其實我們應該謝謝鄭家的爸媽這樣 對 如果我們以後可以有一些 比較大型的活動 當然可能每次不行 每次我也不敢 不好意思這樣拜託Martin 但是如果大型活動 我們也許可以請 像Martin這邊可以贊助一些 中南部的 或是甚至我們去到中南路去辦活動也可以 這樣子 那或者是 幫人贊助像鄭家這樣能來台北的 一些基本車忙費 或者是我們也 除了鄭家這邊以外 那邊還有一個新竹 對 不要全部都看一個新竹這樣 對 那沒有 剛才 對 那如果說我們接下來 如果每個月 大家覺得多久去為止 每個月可以 兩個月還是 一個月還是 三天 有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你可以問問看那個Masky 他其實還蠻 他們那個無幫助的活動 辦得還蠻刺痛的 那我 Masky你有請去我們多久去為止 可是他 可以問問他 他怎麼去經營他們的這個社群 哦 他是高手欸對不對 誰比你更有經驗 我們介紹一下 這邊這位 這邊他是大醫生 他現在是 台灣的活動長這樣 Masky你要發表一些經驗嗎 來我們先回到剛才題目就是 我們多久聚會一次 大家覺得怎麼樣可以 多久聚會一次 一個禮拜或是一個月 或是 嘿 你不是有社群嗎 你有社群就是可以在社群上 和大家一起合 和大家什麼 就是 對 一個月一次 不是 你有社群在社群上 你可以發表活動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做一個社群的公開 一個網 類似這樣網站 對 就像那個 就是當那個 你的Fence 然後就是你辦一個活動 你說Facebook社團 是不是 對對對 可以 可是我會覺得我們還是 就是要有一些定期的聚會 實體的聚會 實體碰面這樣子 對 那就是說你先 先可以做一個 research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 就是 譬如說我剛剛現在看你 那 Open Noise的社群也很多 那我就這樣 像我一看 你打 openoffice.org台灣這樣子 對 應該可以知道嗎 不是 你說那個 Facebook社團嗎 對對對 對 NOOG 我有個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有 有關 在台北的自由藍典社群 有那種月活動的 目前第一週 不是都是 KnowTW的聚會嗎 那我覺得 因為目前 OO看起來 應該是 會朝向月聚會的 這樣子的 心態 那我覺得 倒不如你就訂第三週 第三週 是不是 因為在 Know跟那個 OOO的 等於是 拉鋸之中 沒有沒有不是拉鋸之中 就是有共同的交集的一些 嗯 我覺得就這樣子 把它訂下固定 這樣子是不是 每個月的第三週 那Know它是 每個月的第一週 可以 也許可以朝這個方式 大家覺得可以嗎 Eric的提議 這邊如果下個 如果一月的第三個禮拜 應該是 不是固定有聚會嗎 18號 1月18號的晚上 大家有興趣一起來 再來一次 再一起過來的 可以聚加收好嗎 好 這樣玩一下 1月18號 應該是 如果男裝Eric可能建議 1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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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星期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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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星期日 3星期日 2 1月17號 1月18號我會來 那一天我會去才走 18號對 18號晚上 你確定嗎 那時候大家都在圍牙 圍牙 那時候也是圍牙 對啊 你覺得我圍牙跟這個 我會來 我會參加這個 好 那就是這一天吧 我看有沒有出現 因為我有兩個 如果大家覺得一個月一次的話 我有幾個提案 有三 第一個是剛才Eric建議 一月十 就是第三個禮拜二嘛 另外一個是說 按照像我們這一次是 第二個禮拜二也是可以 或者是 我們現在是第二個禮拜二 第三個禮拜二 或者是 那個禮拜六 下午也是可以 三月份有一次我們活動 可能在禮拜六下午 因為那個Sherenti 他要 他那邊的時差比較 因為他要遠端去耳東西 這樣子 對 不過我們現在討論是 平常的活動就是這樣子 嘿 如果說一月十 一月份的話 十二或十 十一或十八 大家有興趣在一起過來的 舉下手嗎 一月十一或十八 兩位美女都沒有興趣 因為我是覺得還是要看主題 看主題是不是 對 因為我畢竟我對這比較獲勝 OKOK 可是如果你長太深的話 我沒有辦法 OKOK 其實下次我想說 講到主題我下次想說 這次我們主要在談兩個 因為正好是配合新聞嘛 談兩個今年的新聞 兩個大風也算是 今年的年終的結尾這樣子 那下次的話我們 我想說 其中一個主題我想 拿到來談那個關於 擔心的應用 嘿 這樣子 那我想說我們在各方面 因為我想說我們有幾個 應用的方式 OpenOffice我們有幾個參與的方向 一個是中文化 一個是Application的應用 一個是Source 那這三個部分我想說 都需要人家去做 那中文化我們這邊 大家都蠻有 這邊我們剛才討論的 那Application部分 對啊 我還有幫過Source的部分 那我想說下一次我們 我們 我這邊出來 share一個Application的主題好了 那這邊有沒有人 要 願意去來share另外一個主題的 下一次認譽一個主題 有沒有 Kids的 什麼 All for Kids的軟體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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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願意 share出來 share一個主題 蛤 你幹嘛還指我 我在樹木後面 對 對對對 下次有沒有人願意出來 share一個主題的東西 哈囉 你有上過我的卡 對 你願意出來share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要share什麼 都可以 都可以 還是這邊你有沒有出來 share一些東西 O S O I S 你說那個是share什麼 share 那個 就是那Design段 我是沒有辦法 那你在User段我一起 在什麼 在User段我一起 在User段我一起 可以去try 那你說在Design段我沒有辦法 在什麼東西 Design 就是設計段我沒有辦法 那你說什麼東西可以try 對 就是User段 Experience這邊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我想說這邊大家也是 對哲明哲使用上很有興趣 對呀 也許這方面 也可以去try 那你說 在Design段那邊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就像我講有三個 其實有四個層次啦 一個是 一個是 中文化 一個是application 一個是source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推廣 對 這四個問題 需要有人下去 需要有人下去做 那 我想說 這四個層次 如果你可以出來share 所以私人用 還是你們要不要出來share 對啊 裡面可以嗎 可以嗎 準備一個大概二三十分鐘的簡報 你說做 使用上面可以 幫你拿那個 可以嗎 O for kids 我還沒有看過 我還沒有看過 那你願意出來嗎 還要去那個download下來 出來看看 看他用的怎麼樣 我沒有問過 也許也許 也許就是出體驗吧 好啊 那你出來share 那個 O for kids的出體驗 那我下次出來share 還有一個我還沒想到的題目 但是應該是application上面的東西 對 你說那麼久 我三十分鐘 我當一下 大概 你要考慮是加上 加上大家 加上大家 問你問題 二十分鐘 再加上開玩笑 差不多啦 加上 像剛才一樣 站在台上被眾人職問的時間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嗎 是不是說 去發現有什麼 對 你覺得有什麼東西 感覺啊 而且你這些東西 我可以直接回饋 可以那個lp2這邊 對啊 也是因為 通常一些東西 program也是要很多人去使用 去使用 然後你才能夠去try很多 很多那個 一些問題啊 或者是有什麼變 我是這麼感覺 像我們 walk noise 其實也是有這個問題啊 喔好 那 這樣子有主題了以後 你們會想來 大家要不要 這樣子的話 大家下個月 下個月大概 12或 11或18號 可以 或是 或是 可以去看我 好嗎 怎麼 怎麼 而且我想下個月 我們 再開發一個題目好了啦 就是 這樣我也比較輕鬆 那 我們 這一次其實 我們 大家都一直很有問題 可是我 這一次我們 因為本來就有準備一些題目 加上這次 第一次 然後有很多的大家 講了很多話 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 就是關於 大家很想問一個QA的東西 對 大家 剛才有好幾個朋友說 碰到open office 有一些問題想問嘛 對 那下次我們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那我可能只是 只是在台上再討論 就是 大家可以 知道這些 怎麼東西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互相來 交流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 下 下 好吧 下個月 再來一次 這樣子 下個月大家 有沒有有比較興趣過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OK 那我們下個月 11號或18號比較好 幾號 8號腳柴喔 8號腳柴喔 8號 他都會 好吧 那11號這樣可以嗎 那就下個月11號晚上 8號是出事我腳柴 一缸腳柴喔 那我們就下個月11號晚上 那今天大家 剛才都有留那個資料嗎 因為我想 Brian Brian 可是我有你的email了 還有誰email 還有誰沒有人知道 Brian Wong 麻煩你留下 那我回去 我會把大家就是加進那個list 討論 那以後我們有 活動的聚會 我們都會丟上去 這樣子 我就是 對 這樣子 可以嗎 那我把大家一起加進list討論 那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把這個community 請放起來 OK 今天有很多個老大 在看著我 我是粉絲團 加油 在我們的八明環夜說 我們是親友團 親友團 親友團 11號 那地點還是在這邊 那以後 我想就固定 第二個禮拜二 這樣子 可以嗎 怎麼了 沒有 可以嗎 可以什麼 不是 因為你剛才這樣子 揍了眉頭愛我 對不對 OKOK OK 那我想下一次 就第二個禮拜二 這樣子 然後 以後我們就固定第二個禮拜二 然後 然後今天正式的流程都讓我完了 那謝謝 今天好幾個人在幫忙錄影 稍晚我會把那個錄影檔 sum hello 這樣子 那也傳給大家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謝謝大家過來 那大家接下來 這個場地 應該還可以繼續聊天 不盡其他走 這樣子 對 那聊到小蜜桿 我們會出 對對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